今天呢我们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我们争取前面一个小时 把这三个部分讲完 然后后面两个小时呢 来讲这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呢今天 主要会讲一些获取基本的信息啊 包括可视化 还是回到我们那个 做这个水煮鱼那个比喻啊 就是说今天讲的内容 大概就是说你获取那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你挑那个鱼 挑什么鱼 那个鱼有多重 然后是比如说青菜 是什么菜 什么颜色 辣椒 是红辣椒 青辣椒 有多重 里面有没有纸 就类似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获取一些影像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后面的后半段的时间 对数据信息可视化 有点类似于 这个菜的摆盘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涉及到 真正的就是说做分析 但是实际上这个可视化呢 也是把你数据展现出来 好不好看 大家看了完以后 这个美部分也美观 有哪些东西可以增加这个 你这个美观度 将来就是你那盘鱼的摆盘 然后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后面会会在 后面两天会再介绍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大概 会讲这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呢 根据那个书 今天还是前半部分 还是用第三章这个 第三章的内容 然后呢 后半部分是用第五章 第四章呢 因为没时间我们就跳过了 就只要是第四章 其实不是真正的用 Z的数据 是用于本地的数据 当然我们明天可能会挑一点点来讲 所以这一章呢 就是后面大家有时间 可以自己去 去 去 就自己 自己下来自己练习 然后 我们只要为今天会讲 第三 对 第三和第五 第四我们就 先跳过 好吧 那我们就回到第三章 然后呢 还是同样的 如果你没有下载 你就 先把那个下载 然后我们昨天主要讲了 比如说 是 Image Image Collection 还有Future Collection 其实呢 前面还有两个 一个叫Geometry和Future 这个呢 就是类似于 如果 如果你把一个Shift File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 始量格式 当成一个 其实它 它其实就是一个Future Collection 然后呢 你的那个 Exhibit Table呢 其实它就是 就是说 你有个Geometry 有个形状 每个形状呢 有附带有一个 有个属性表 有了属性 如果光说那个形状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Geometry 你加了属性表 之后 它每一行 就是每一个Polygon 比如说 它就变成一个Future 然后呢 有一堆Future一起呢 其实就变成一个Future Collection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笔意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那个 书的例子 等一下 我找一下 可能就稍微 更容易理解一些 就是说 你们如果还没有 接触的话 我找一下 那个原版的 那个书 就类似于这个 其实我们昨天讲了 就这两个嘛 Image和Image Collection 然后这就是 我们昨天还讲了 这个Future Collection 其实就是一个 你把它当作一个Shift 只是说是 一的那个实量格式 然后呢 如果你是单说 这个一个形状的话 没有属性表的话 它就是一个Geometry 然后你附带那个属性之后 它变成Future 一堆Future在一起 变成一个Future Collection 所以在机翼里面 应该是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Geometry和Future Collection Geometry有时候就说 比如说你要筛选 一些数据啊 根据影像啊 就是你那个RI 那个RI很多情况下 就是一个Geometry 你可以通过地图上 你画一下 就完成了 当然你可以用它 引用的一些Future Collection 也可以啊 所以就说这几个也要掌握 所以我们一会很快的 就是会讲一下那个 那个Future Collection 这个内容 这个Geometry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先给它 还没有应行前面这个 然后再回到这个Geometry 就我们就没有时间 不会每个都仔细讲 但是就说很快给大家 演示一下具体的这些 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Earth Engine里面呢 就是所有的数据 基本上很多都是全球 就是全球范围的 所以就说它的数据呢 它跟我们普通的那些 比如说它Geometry 跟我们普通的一个GS里面 那些不太一样 它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叫做 它默认的 其实它是叫做Geodesic 就是最短距离 比如说你定义一个 我们回到这里 你可以定义一个点 定义一条线 定义一个Rectangle 还可以定义一个Polygon 你可以把你鼠标 放在这个括号里面 然后你按键盘里面 按这个ShiftTag 你可以打开它那个 就是说它的帮助文档 然后如果你就是说 你不熟悉 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点 你要提供什么参数 你其实可以按这个 就看就行了 所以第一个参数 就是它的坐标 Earth Engine里面 就是它的坐标 以精度先 然后再维度 然后你第二个参数 你可以传递一个投影 所以说不一定是精维度 你可以传递一个 比如说高斯投影 然后莫卡托投影 但是你也必须去指定 那个投影是EPSG 比如说它那个号码是多少 类似这种 目净的话就是EPSG 4326 4326其实就是这个地图 你这样看到 这样的地图就是精维度的 然后如果你这是 你的坐标是米啊 干嘛的 你可能就是要设定这个 然后它后台会帮你转换成 这个精维度 才能放在这个图上 然后呢 这个点的话 点的话就没有所谓说是 最短距离 它干嘛 因为它就是一个 零维 就是一个点 所以就是跟这个坐标投影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呢 一旦你用到这个线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线和那个polygon 它其实是有一个 你第三个参数 你看刚才这个点的话 再回去一下 这个点的话只有两个参数 coordinates和projection 但是你到线的话 其实有四个 第三个这个叫geodesic 这个就是说 摩阵的话 是不是叫那个最短距离 就是说你 这个叫什么 地球表面的 就是三维那个最短距离 不是你平面的最短距离 所以它就是说摩阵的话 它是处 你看就是处的话 就是摩阵的话 你如果定一条线 它其实是按你地球三维表面 那个定义去画出来 所以你就是为什么会造成你这个 那个图上 这个看上去怎么这么奇怪 它实际上这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多边形 这个点到这个点 它其实这条线呢 是圆球 圆面上的这个最短的这个距离 所以就是说 所有这里面 你看都一样的 然后这个line string呢 其实就是线 然后就是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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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linear ring呢 就是像那一个 闭合的线 就是第一个点的坐标 和你最后一个点的坐标 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人注意的就是 如果的线的话 它就是一个 一个列表 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有 有不同的点 现在就是一个点 一个点 然后最后把几个点放到一起 所以大家注意 这里有两个 两个中括号 然后这个是 同样的两个中括号 Rectangle的话 是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是左下右上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 Ocean里面 如果你coding 如果它是这种Rectangle的话 就是左下角和右上角 所以左下角 就是说左下角的精度 左下角的维度 还有右上角的精度 右上角的维度 有点就是类似这个了 现在我画的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一样 就是 是这个吗 不对 可能是里面小的这个 我可以把其他的 比如说 关掉其他的 比如说第一个是点 你看第一个 我把其他线关 现在这个是第一个 是我们定义的点 然后这个是一条线 你看这个线呢 是没有闭合的 然后再如果是闭合的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个是Rectangle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Rectangle 我们加了这个Rectangle 所以就是说 左下角 其实你Rectangle 只需要定义 我现在鼠标这里 左下角这个坐标 右上角这个坐标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Rectangle 其实就不是 如果你是大元距离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 二维表面上 看来就不是一个Rectangle 然后包括最后一个 一个Polygon 这个Polygon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还有一点 注意这个Polygon 这里有三个 三个 三个中括号 所以有时候可能 你可能会比较 Compute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Polygon 会需要三个中括号 你要想一下 Polygon多边形 它可以有多个Polygon 现在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吧 但你这个Polygon 其实你可以有 叫做MultiPolygon 所以你这里面 你可以点一下 它还是Coordinate 但是你应该是可以 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 再可以再放一个Polygon 比如说我 我试一下这个 我不确定行不行 应该是可以 就括号 然后再加一个 其实这里面可以有多个 案例应该是有多个Polygon的 你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 我现在把其他都关掉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Polygon 是不是 就是说你定义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Polygon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 里面有多个部分的 连在一起的 算是一个Polygon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它有三个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这就是最基本的 Earth Engine里面 建这个Geometry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这些Geometry去筛选 就是做那个Image Collection 或者筛选 那个Future Collection的时候 用这个Filter Filter Bounce 就是Filter你那个范围 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创建的 当然最简单的 你就可以自己画框了 这个是 最快的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 然后如果你在地图上画了框 我们讲过了 就是说你可以用user.map.user.ru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传递进去了 除非你要看的话 你就在打那个 don't get info 你就可以看这个 user.ru呢 就是只是最后一个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 获取了一个 所以说我可以再重新再画一个 它就变了 现在就重新画一个 你再乱一遍了 它就变成你最后一个了 所以这个user.ru 永远都是你最后画的那个 如果你想全部都获取的话 就是user.ru 就是你所有的连在一起 同样你可以 don't get info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一个feature collection 所以你看到这个 feature collection 然后第一个feature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总共有这个 有三个feature 如果我再画一个 应该就变成四个 这就是你 一二三四 所以这个就是说 有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创建 你想要这个 游米水 这个就最基本了 刚才那个呢 就是说 我说了 默证的话就是 有那个测量线的 测地线的 就是说是最短距离 如果你只是要 你是想要这个平面距离的话 你需要这里 加这个force 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 你就是把它选成 你是要那个平面坐标了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说 比较是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你需要这样的话 你就要设这个 同样情况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shift tab 你可以看一下 coordinate projection 然后geodesic 就是projection 我们不用管的 它其实就是EPSG 4326 然后这个如果你设成force 就是说 告诉那个GE说 我不要测地线 我不要这个球面 最短距离 我要平面的 那你就把 你看我们把 所有都设成 这个force的话 那就是它 就变成这个平面的 所以就说 如果你想要这个结果 你就用这个 所有都要 当然你记得 你要这里加个none 或者不行的话 你如果这样动的话 你忘记加那个none 就错了 你这个force 这个参数 那你就复制了 给这个 第二个projection 就会造成你的错误 这个应该 我看能不能生成 你看就出错了 它就告诉你 其实说 这里会提示说 你这个参数 这个projection 这个参数 它expect是一个 字不串 你传递了一个 一个 无点 这个就是说 处和force 这个词是错的 所以 如果你忘记写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把那个参数的名字 就要写上来 比如说 geo desic 这样就 就没错了 就说你忽略掉 也许是你 第二个也要填上 那就 那就 那就没错 那你就是只能 那 对 那就只能这样做 所以 大家可以看这个例子 这里包括 包括了 基本上常见的 点 线 闭合的线 多边形 还有包括这个 矩形 就是这几种 常见的情况 下一个呢 就是 feature 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创建的多边形之后 很多时候 你要附属性 比如说 你可以加一些 加一个column 加一个属性表 然后呢 如果你只只有一个多边形 你加一个属性 它就变成一个feature 就是一个要素 所以在 G里面 给要素 加属性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点 这个是一个python的一个字点 就是你有个key 然后 key应该是叫 关键字 还是什么 就是 然后这个是它的值 所以这个刚才 这个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建的一个 一个polygon 然后呢 就是 你第一个 我们要组成 我们要创建这个 efeature的话 就是 e.feature 然后你就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说 你 它创建这个feature 可以是一个geometry 还有一个geo 还有一个computing object 就有各种各样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你看 argument 第一个是geometry 第二个是optional property 就是说你不设property 它也可以 形成一个 feature 就是说这个 这个属性表 还是 不是必须的 所以就是说 属性表 如果你要传递的话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字点 所以大家看啊 这些还是一个polygon 然后这个呢 我们设为force的话 就是说是一个 平面的一个polygon 然后我们这里 要创建这个feature 就是把你这个 你用的水传递进去 然后后面的这个 你就可以设 属性表 比如说 它的面积是多少啊 或者它的名字是什么啊 这些都是 你可以自己设施的 是吧 然后你看 你创建完了 如果你要获取它的信息 你就是要通过这个 get info 去这样看它具体的 就是说 它里面 你看这个告诉你 这是一个feature 它的geometry geodesic force 然后它是一个多边形 这里面是它的coordinate 然后呢 它有这些属性 是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 你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你这个feature 加到那个地图里面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地图 然后其他都跟我们 以前介绍的都一样 就是前面这个 就是一个earth engine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你怎么可刷 这个是图层的名字 是吧 你看加进来 就这样 又在这里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poly 然后呢 你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inspector 你点一下 你也可以查看它的属性 是吧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加的这个属性 你看 是吧 然后同样的 如果你想要改 比如说我可以再加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 这个我可以接 比如说name 比如说它叫什么名字 我可以叫说 比如说这个是 Bitcoin的 随便的 就是说你自己想取什么名字 它不一定是字不算 它可以字不算 可以字母 无所谓的 然后比如说再乱一遍 原来你再用这个来点一下 那就是现在你就有 有三个属性了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创建这个 feature的这个方法 而且不只是说你这个线程呢 你还可以通过一些运算 就是说你在里面的这个 当然你这个名字是固定的 但是你这个 负的这个值呢 它其实是可以经过一系列运算 就是说不一定是一个 一个已经有的值 你可以做一些加点 乘除啊 就是一些基本的公式 比如说像这个 e.number 8 加到88 然后你把它传递进去 其实这个呢 不一定这样 你可以直接 其实你可以直接写 比如说 8加88 也一样的 earth engine 其实会在后台 会把你直接转成了 你让大家看一下 是吧 就变成96了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字典里面 这个字典 其实是 普通的python的这个字典 但是当你传递到 这个基本里面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earth engine的一个字典了 就变成G的字典了 所以就是说 那个就变成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端的这个对象了 就不再是普通的那个形式了 当然我跟这里面可以随便 比如说我还可以 我开始对讲 比如说我可以说 A 加 B 比如说 加 B 所以你说这个结构会是什么 就变成就是ABC了 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那些 基本的运算是吧 变成ABC了 所以这两个就是最基本的 怎么创建这个geometry 然后geometry你怎么附这个属性 有了这个属性之后呢 你还可以把feature连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feature collection了 就是很多多边形 还有这个 比如说这一项类似 这个也一样 设一个feature 然后也你设置这个 我们刚才是你创建这个feature的时候 直接就把所有的属性都附给了 当然就说如果有时候是你先把你这个属性创建完 然后你后面再加一些属性 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在 比如说你在案件上面 你打开一个safire 然后你再加一个column 然后你再附那些属性 也可以 有时候就是也许是你整个就已经 先创建完了 就是你创建这个polygon的时候 你就把那些属性表填好了 如果你是先创建一个 然后你后面再加也可以 类似于这个 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叫docset set的话就是设置那个属性 第一个参数就是 你要设置那个属性 像在你那个字段的名字 就是你那个属性表里面 字段的名字 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值 像在你那个activity里面的一个值 然后你可以设好多个 比如说你设一个设两个 你也可以同时提供一个字点 一下子设好几个 所以就取决你自己的这个需求 这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给这个点 我先设置一个属性 然后给个值 再设置一个属性 再给个值 然后后面这里呢 我在一次性再设置三个属性 然后直接也是用这个set 所以现在这个set里面 你可以是一个逗号分隔开 或者就是提供一个字点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shift tag好像没有 我这里好像看不了 这里是可以 你看这个set里面 它这个参数 也就告诉你 either a dictionary of properties or a sequence of properties key is value key is value 你就是这样 你用逗号分隔开 就是一个key一个value 两种方式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你 给这个给你这个geometry 设置属性的这个过程 下面这个就很简单 这个就是获取那个 要素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类似于你 你打开那个属性表 然后你选择其中一行 然后你对应找到那个column 然后你获取那个词 一模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future 一个future 你可以用dogget dogget的 然后这个就是你字端的这个名字 然后就可以把你值 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设置了这个 你是吧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species 是这个是吧 那现在这个是对应的值 我们现在就是要获取它这个值 当然如果你要打印出 你必须用doggetinfo 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computed object 你就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的 所以一定要加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下面这个函数呢 to dictionary 这个就是类似于把你整个属性表提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字典 就是相当于就是把你整一行 你想象成把你那个把你那个说法里面 你挑一行出来 然后每个字段名对应一个值 每个字段名对应一个值 然后组成一个字典 那样传递出来 就是叫to dictionary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刚才这个 这个property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获取 你那个属性表的那个名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做的 然后我们昨天 这比如说我们现在 类似于我给你看一下 昨天我们那个例子 是吧 我们用这个国家 这个把它转化成这个property里面之后 然后这就是每个国家 比如说我用鼠标点一下 类似说或者点一下中国 然后呢 你当然你这里直观上 你可以看出中国有这么多属性 那我现在比如说你想编程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获取这些属性呢 大家思考一下 我现在想要在编程里面找出 中国的所有这些属性的话 包括它对应的值 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获取 那你脑子里面应该想想 这是所有的国家 那你得先把中国挑出来 把中国挑出来之后 那你就可以获取中国的这个值了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 你就看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Face Collection 叫做FC 那我们昨天也讲了 你可以挑选 怎么挑选呢 那就是用Filter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 我可以直接 如果看你这里知道有了 那我可以这样做 或者我最简单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就在这里面 我简单画个框 然后呢 我就可以告诉你说 New FC 不是 或者就说China 等于这个FC.FilterFound 然后我这里可以比如说就是这个 这个Map.ri 这个呢 A User.ri 所以呢其实这个现在就已经把中国挑出来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挑出来这个其实它还是一个Facial Collection 所以你比如说你个啊 China 你这样直接打的话 你看这里会告诉你 它是一个Facial Collection 所以你 你现在呢 不能用这个ToDictionary 用这样做的话 我不知道行为行 我试一下 你应该就是要签第一个 挑出来 你看 你现在这个是Empty 为什么呢 相当于你如果是获取一个Facial Collection的Property 你的Facial Collection 其实它没有这个Property 你要进到下一个 就是说 中国是在你提起出来这个要素级里面 你是一个要素级 但是中国其实是里面的其中一个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 你这里应该是 点Force 就是你提起第一个 那个它变成一个Future 有这个Future呢 你才能把中国这个东西提出来 所以我再算一下这个 然后你再打一下 China 是吧 它这个就先变成一个Element Element其实就是 其中一个要素 但是它其实它不知道 你这经过运算之后 其实Earth Engine 它不知道你那个到底是什么类型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 显性的这个转换 所以呢 有了中国之后呢 你再运行这个 应该就可以把属性提出来 所以这就是基本的方法 对这个要素级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 获取它的基本信息 就是这样获取出来了 是吧 这是中国 然后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直接 也像我们昨天 教的 比如说Filter 直接用一个Filter也可以 然后譬如说E.Filter E.q 然后呢就是挑两个字段名 然后这个比如说它的 Name 有个中国 那我们就是这里应该就是Name 然后第二个 这个就获取的 应该就是 同样的你要在后面这里 打一个first 只是挑第一个海情 不然的话你就获取不了 所以同样的 这个你现在就可以获取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 当然这个你可以换别的国家 比如说换成俄罗斯 就是你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 就基本上代码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当然我在讲的时候 只是给你演示说 我可以画框啊 我可以直接 我直接点一下鼠标 就可以获取了 那干嘛你还要去用代码 但是很多时候你是 没有这个界面的 很多时候你是批处理的时候 你必须在代码里面 做些些筛选 而不是说你用界面的 有界面当然是很方便 就是说你可以试验一下 但是很多种情况下 你必须是写代码 就完成你所需要做的东西 好吧 这些好像昨天都 好像昨天都讲过了 那我们就是 可以 对这个我就先不讲了 那我们先讲一下 下面这个就是说用 我忘记昨天有没有讲 比如说搜索数据的时候 就是左边这个按钮 然后data 然后这里你可以就是说 随便搜索你任何的 比如说我们一些 elevation或者DN 或者什么elevation 然后按回车 然后你这里可以选 其实以前的话 是在Zuby的楼库环境下的话 你按这个import 会在下面 会在下面产生 这个一个call block 然后你可以运行 但是那个Zuby的lab 现在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说 要注意一点就是 一旦你鼠标 移开了这个东西 它就自动隐藏了 所以你下次回来之后 你看这里就没了 你按回车可能不行 你就再换一个tap 然后再回来 就可以了 这应该是一个bug 但是我忘记去解决了 然后你就再搜索一次 就确保你的鼠标 不要移开这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 你一旦移开 它就自动隐藏了 然后比如说 你可以类似这个 我现在比如说想看 全球的这个 比如说NASA 比如说NASA SRTM 30米 然后这里告诉你 是2000 2000年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ID 这里你可以点去 那个网页上 去看到具体的信息 所以一般情况下 你就搜索一下 然后选择 横搜C 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你就是 创建一个新的行 然后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等于 这个就完事了 然后就 MAT 都 A Layer 就 一米 然后 怎么可视化 然后这个图声 比如说 NASA SRTM 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先 比如说 先把这个图声 加进来 这个可视化 距离怎么弄 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你也不太知道 这个影像 它值的范围 所以它值得 可能很大 可能很小 你可能 因为这个全球的DM 你这个脑子里面 想一想 长词应该都是 最高可能就是8000多 所以你可以设 但是很多时候 Lane SET SENTINE 因为很多值 它有时候就是几万 两三万 两七 三千 你很难知道 所以最好情况下 你先加进来 然后你就用这个 Inspect 你稍微看一看 按的地方 按一下 然后光的地方 就是比较亮的地方 你按一下 看你两个值 你基本上就是有个 大概的这个估值了 然后你再回到这里面 再来弄 然后这里 你就可以设一个 比如说 minimum 然后你 EM的话 一般都知道 你就说0 然后Maximum 是吧 比如说是5000 然后你再运行一下 当然这个现在就更好看了 你看这个灰度值 比我们刚才那个灰蒙蒙的 你看这样就更清楚 然后如果是一个波段的话 那你就再加一个调色板 Palette TTE 然后你只需要设一个 那个调色板 就是MacProBit 那个调色板 比如说我就设成 比如说GIST 就有好多种可供选择了 我们昨天应该也有 稍微有提到过 是吧 然后这就完成了 所以你这个DM就进来了 可以可视化 也可以拆检 所以最简单的 比如说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已经筛选了 比如说中国 我回到刚才 前面那个地方 是在哪里 比如说对中国这里 是这里吧 对我再重新换一下 比如说红成中国 然后后面几个这个可以不要 我其实只需要这一行就可以了 然后我回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最常见的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 你掉进来之后 你想做一些裁剪 怎么裁剪 也很方便的 你就把你这个 Petal Collection 然后你所要做的 比如说 China 比如说 Image等于这个 Image.Clip Clip toCollection 所以你讲一下 Clip toCollection 就像那你可以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有Collection的话 就用Collection 如果你只用Clip的话 它是Clip的Geometry 那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最好的话 你就用这个 然后你就点tina 是吧 然后同样的 我可以比如说 复制一下这个 然后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Image放成tina image 然后比如说下面这个图层 变成SRTM China 让大家看一下 应该就是已经 裁剪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你刚才那个 关掉 是不是 我们看到现在 已经裁剪完了 所以大家看一看 就这有多方便 如果说 现在让你 比如说做一个project 让你说 你给我下载一下 中国这个SRTM30名 你可能到处找 到处去 在哪下载 去哪个网站 去什么 现在你就是 你看我这里 两行代码 两三行就搞定了 就你整个DM下来 不管你是90米 30米 还是一米 只要你有那个数据 你就可以这样 把它弄出来 这就最简单了 你也可以 比如说 你如果没说 没有facial collection 那你也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现在可以 用这个 然后比如说 我就想要 大概这个 东南亚范围的 那也可以 比如说 你就是直接在这里 你就画个框就行了 比如说 大概这么大 我只需要这个范围 一样的道理 那你就这里 就是变成 click 这个函数变成click 然后click里面 这个你就是要提供一个 所以就说 你看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函数变成 就是map 到user 是吧 ri 然后你再运行一下 再运行这一行 有点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的图层名字一样的话 它会覆盖你原来的图层 就是说你原来图层就没了 就剩下一个新的替代 所以再回到这里再看一下 是不是 现在就变成这个 就只有 只有我们刚才画的这个框 这个这个这个范围了 然后你不要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click掉 你看 这个就变成你 唯一你刚才画的这个 当然不一定是多边形 你可以画 画画这个多边形 不规则的几页都可以 好吧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影像 影像 裁剪 的方法 优先考虑 click to collection 再用 click click to collection是 效率更高一点的 这个特别就是说 你click的话 你用Gmail 如果你有几个 million个点 经常就会超时 但是你用collection的话 一般都没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这样做 下一个呢 很快介绍一下 除了就是说 你去刚才我们这个 按钮里面 去搜索 你也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gmap里面这个 module叫做 gmap.dataset 所以 我再给你打一边 loan gmap.dataset 就是说这个dataset 就是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定义的 有一个变量 就是叫 data 然后这个data 其实就是 这个变量里面包含了 所有的数据 所以我给你看看 我先 我先补看下面这个数据 你直接然后就打data 然后点 然后按你那个键盘的 这个tab的键 大家看 整个数据库其实就是 现在这个可以通过一个点 然后自动补齐的方式 比如说你看 你出来之后 sentino2 是吧 sr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NASA srtm 你就是可以 如果太多了 你就打一下 NASA 比如说 NASA 然后这里面 一堆可以选 这样的话 就是说对你对那些 你不想用界面的 你所有东西都想用代码完成 然后呢 你稍微大概知道说 那个是以你一个字母开头 那个数据集是 以你哪个字母开头呢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然后你比如说 一般就是 然后划消耗线 比如说 srtm 那就是dem 有没有 我们刚才那个名字叫啥 那个是USDS 不是NASA 无所谓 比如说USDS 点 USDS 然后 srtm 你看这样就 这个呢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等同一个字母串 你如果选择这样 然后你 你运行的话 Alt Enter 它其实就是把你那个字母串 这个一样的 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 它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去记得很详细的 到底它要完整的 这个路径是什么 这个就类似于 比如说你那个 比如说我们要记忆人的名字 是吧 你可能比如说 我不知道这个 吴老师这个真名是什么 这个全名 你不记得后面那个名 但是你记得它姓吴 那你就是调用一个Data 然后点 是吧 吴 然后它自动给你一出来一堆 可以选了 那你就可以找到了 就是说提供一些方便 下面这个呢 你看就是类似于这个 比如说创建的地图 然后你调用这个影像 但是你不知道 就具体的路径 那你知道这个Data 然后比如说USGS 或者是LaneSet 或者什么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调用那个数据进来 这个跟你在搜索里面 然后点这个Data 然后比如说点这个USGS Gap 是吧 然后你看这个Conas 是吧 跟你这个 跟你这个其实是 一模一样的 你也可以复制 比如说复制一行 整个 然后回到这里 粘贴 其实这是 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不用去 自己去记那些东西 所以给你提供一些 方便 好吧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还有就是说 你有了这个之后 你有时候可能需要看它一些 MateData 就是一些元数据的话 这里面 这个模块呢 也有这个叫 GetMateData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然后你就传递你一下 你这个ID 然后你就可以看它的属性 比如说看这个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那些网页 你就会直接看 这到底怎么样 然后是什么时间 过去的 然后的ID是什么 它这个Catalog里面 这个ID是啥 就可以给你很快速的看 你也可以 比如说我直接这样 你知道这个ID的话 我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这里 一样的你也可以这样弄 是吧 然后你就运行一下 这个必须是存在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跟你在那些网站上 看的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 这样就是你不用离开 这个注币的楼墓 当然你如果更多信息 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 NASA HRPM 然后你这里面 就拿在这 你就点个链接 那你到这里面 可以看更多详细的信息 但是Gmail里面 至少给了你一些 基本的信息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查看 这个类似于 那个 那个 水族鱼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 弄了这条鱼 这个鱼 大概有什么 属性 有多种啊 什么颜色啊 然后 这个鱼林 是怎么样 然后里面的 怎么 有什么结构啊 类似于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呢 你也可以 用一些 因为这个 这个GIGMetaData函数呢 只适合 在那个 Image Catalog 这个整个 那个数据 Data Catalog里面 你有这个ID 如果这个ID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用不了 所以 如果你是想看 单独一部影像的话 那你就是 必须用别的函数 所以下面 我们这个就很快 讲一下 你具体怎么 查看一部影像的 这个信息 我们昨天 也稍微有提到过 但是 大家现在再看一看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 Image 然后 这个你看Lenset 然后这个是Lenset9 Collection2 Tier1 然后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它 影像的唯一的标示符 所以这个整个组持起来呢 就是以这个影像的 这个标示符 当然如果很多时候 你可能 你可能完全不知道 那个影像到底 你可能会问说 这个ID到底从哪来 你怎么知道 它就叫这个名字呢 有点类似于说 这个茫茫人海 你怎么就知道 它叫吴秋生呢 是吧 那吴秋生可能就是 他在处在 信吴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 家谱里面 那你要一步一步找 所以如果 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怎么弄 告诉大家你可以 但是你肯定知道 就是说 它有个 一一的image collection 比如说 是吧 然后这个其实 它下面是最下的一层 那上面呢 你在最下面一层 上面这一层呢 它其实是一个集合 所以我可以把它弄到这里来 然后看一下这里 是吧 这个现在呢 它就是一个image collection 然后很多时候呢 你只需要打一个 Fort 这个Fort呢 就是你就获取一部影像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所有的影像的集合 它基本上每个影像 它都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都是拥有 都是在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集合下面 然后 它都是有共同的这个property 比如说 它如果是什么收获取的 然后 这个什么这样的分辨率 它里面都有这些信息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先看一下 我这个影像 大概有什么特质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然后 get info not found 那就是应该是多了一个 下一个 你看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部影像 然后你看它里面这个image 这个是一个image 然后它里面的波段是有srb1 b2 all the way 你看这个是告诉你数据类型 然后int 最大最小值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投影啊 这些一般都你看太长了很多 但是一般你只要看了 就下面这个properties 这个就是你 这整个影像的集合 它所有的property 比如说它的elevation 然后比如说 它的一些tutprint 就是它那个影像的那个 中文叫什么 就是包含你这个影像的这个框框 这个坐标 然后你看 这里很长了 一大堆 包括你什么时候获取的 date 2022年比如说7月9号 是吧 还有很多其他信息 这就是你最简单的获取 然后这里面你看最下面这个 system index 这个呢 其实就是你 一般system index 中间有个分号 amount号 这个呢就是它的影像呢 在你这个集合里面唯一的标示符 所以比如说你看下我后面叫这个 你回到我刚才最上面这个 接下来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ID是这么来的 其实就是在你影像的集合里面 你挑一个 随便找一本影像 把它的system index 挑出来 然后就组成了这个音名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在运行 它就是变成 一个 一个音名字 就是这样 这样来的 有了这个之后 最近的信息是吧 常见的就是说 你要看它的波段 有几个波段 然后呢 每个波段的名字叫什么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函数叫做 band names 注意我第二个字是大小的 这个name 这个n 这个n是大小的 大写的 然后在don't get info 你就可以 你应急一下 是吧 这一下子就告诉你 从b1 all the way to b10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 这些波段 这是你获取这个波段名字 再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这个有多少个波段 是吧 那你可以一二三次你去数 但你可以不需要 我们可以同样的 我们以前有讲到过 这个一个函数叫size 然后在 所有的函数 你在后面都要加一个括号 然后同样的 don't get info 19个波段 那样就不用去数了 很多时候你都是 要获取这些信息 然后在你的 在你这个编程里面 你要进行一些 根据这个波段 进行一些计算来干嘛 都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获取他的投影信息 所以 昨天有提到过 他的 二三页里面 每一景影像 他每一个波段都可以有不同的投影信息 所以 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一样的 但是 如果你要获取投影信息的时候 你必须是根据那个波段 那个波段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函数叫select select 你可以 你可以放入这个波段的名字 或者波段的这个index index是从零开始 零一二三就是它的索引 所以如果你放这个 刺不穿的话 它就是波段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OK 这个影像 我们要选取第一个波段 然后看一下 它的投影信息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 所以就是EPSG 三个多少 然后这个transform 是它基本的信息 但是呢 这个是没有这个 这个分辨力的这个信息 你要看到分辨力 你必须用这个 这个投影 然后dominal scale 然后domin一波 你看这个 其实好飞进的 这个就是说 跟普通的这个桌面版的GS 不一样 比如说 RGS你打开影像 然后你邮件 你看一下 它就告诉你说 它的分辨力是多少 G是有点少 有些信息是比较隐藏的 然后你得一步一步去要 所以很多人就 对这个 它对谁疏语啊 有些不太熟悉的 一下子就吓跑了 觉得怎么这么麻烦 但是其实你懂了之后 它也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就是 过去的这个resolution 当然GE里面 Gmap应该也有个 应该是 Gmap.img img 然后scale 我记得是 对scale 这个也可以过去 现在就是后台 就进行这个 这个可能稍微更容易理解一点 你这是一个number 然后同样的 你叫do get info 对吧 所以如果你记不住这个的话 你就直接调用Gmap这个函数 然后image scale 然后你把那个image传递进去 然后你就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30米 是吧 这个就是获取它的这个分辨率 下一个呢就是 这个影像有什么属性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 那个metadata 你整个image都get info 就是image都get info 就打印是一大堆东西出来 有时候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的 如果你用这个property names的话 这个就是一下子告诉你这些 就没有那个波段 12345678 就是看的非常的长 看的就是很很繁琐 你可以通过这个 比如property names 所以几个常用的 一个就是 bank names 就是多少个波段 波段的名字 一个就是property names 就看的信息 比如说什么时候获取的 然后这些基本的 就UTM zone啊 干嘛的 好几十个 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就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想获取 其中某一个属性 你就是用do get 这个跟我们刚才介绍 数量 使用数据的时候 是比较类似的 如果你有某个属性 你可以用do get 如果你要设置某个属性 就用do set set的话就设置 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 do get info 然后比如说 我想获取这部影像的 info干量 这个cloud cover 有一点注意 就是说这个属性的名字呢 不同的sensor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 比如说centino lanset 他们是用不同的 这个命名方式 所以这个是指示用的lanset 如果是centino 是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你看 进行一下 就告诉你0.06 那就是这部影像有6%的cloud cover 6% 当然你可以在上面去看 这也太多了 但是你可以直接用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date acquire date acquire就是什么时候获取的 2020年5月3号 还有一个就是system time start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很多时候比较 那个初学者就是感到很迷惑了 为什么是出来一个一长窗这么大的数字 基本上所有earth engine里面的数据 特别是卫星来的数据 它都有一个时间 就是说 其实就是 你要想这个date acquire 是一天的 卫星这个 比如说这部影像 它不是需要一天去获取的 它就是很短的时间内 然后如果你有时候你是要精确到小时和分钟的话 那你就是要用这个system time start 这个是很精确的 你哪一秒 就是精确到秒 也许不止秒 我记不太清楚了 就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 那个秒的那个就多少秒 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精确的定位时间 一个属性 但是呢 它给的这个 这个呢 就是一个秒 所以你你必须自动去自己去 把那个秒 转换成这个 这个 这个时间 是吧 然后这里你就可以 用这个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时间获取完之后呢 你必须把它转成一个e-doct date 相当于就是earth engine里面 它可以读取你这个秒的 这个你这个秒为单位 这个数值 然后把它转换为一个 earth engine这个 这个时间的一个格式 有了这个这个数据之后 你可以自己自定义 你是要时间啊 还是秒啊 干嘛 你可以自己定义 所以大家看看 是不是 这个就是给我定义成 有了这个之后 就是说它 它这个时 这个这个边内里面包含有年日月 时间分钟和秒 可能还有毫秒啊 所以就说你现在就是用这个doct format doct format就是我想我只想要粘液之 当然你可以我记得应该应该你可以再加 比如说 h h h m m 大家看一下 记不记得你看 这个又告诉你h h m m 就是啊 这个影像是5月3号 啊 UTN啊 这个一啊 UTC时间下午6点45 啊 你应该是还可以精确到秒 秒 我不确定是应该是小写还是大写啊 啊 这个就它有个规范的 大家 这个不一定这个要看那个 你可以去看那个机里面它那个帮助文档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些比较啊 稍微比较一些ticky的东西 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弄 你可能就是啊 不知道怎么这个信息怎么把它转换成你想要的 然后你看到e.date date里面这里有个format 然后这里会看 你告诉你这个啊 这个formatting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它这里有个路径 然后这里就会告诉你 你怎么获取 这些把它把它转换成你想要的信息 比方说你这个mm 说吧 我们刚才用hour 然后minute second 这就是小写 所以你 我们这里呢 就是要用这个小写 这个就把你换成成 午夜30号 然后这个精确到时间 分钟和秒 当然不止这个 你可以换成比如说 这一天是你一年中的第几天 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 day of the year 是吧 然后比如说y 然后d的话 所以注意小写 我这个 年月的这个日的是dd 我不是大 不是大写的d 所以你不要搞错了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想获取这部影像 它是你2022年第几天获取的 那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换成 我看一个d还是两个d 一个d 一个d就够了 所以就是5月30号就是2020年的第123天 那是非常灵活的 反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去筛想 有时候比如说你 你 你 你做 比如说你做生态 你你只研究这个 植被 在夏季了 比如说是从第 我们说是第六月份开始 六月第六月中 比如说是195天 到 214天 你想只想取这个范围 那你 那有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filter 然后你获取每一幅影像 它对应了这个时间 然后你做一下筛选 马上就可以把它筛选出来 这就是怎么转换时间 这是一个 很多初学者可能比较迷惑的 就是这个 这个道理 然后下一个呢 你可以用这个image to dictionary to get info 这个跟我们刚才用那个 filter 就是那个始量 一个要素 获取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 to dictionary 就是把你的属性转换 就把你的属性表转换一个字点 然后你就有这个属性 有这个值 有这个属性 有这个值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cloud cover 是吧 6% 那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还有个 比如说它的cloud cover 在陆地上的cloud cover 有9% 就是所有的信息 都是这样来的 然后再回到下面这个 应该有个system start 我不知道在哪 这个好像没有 那个忽略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获取这个属性的信息 下面再讲一下这个 email的一个函数叫做image plot 跟那个也是类似的 image plot 也是获取你所有影像信息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帮你把这个system start和end 换成这个年月字 包括这个 而不是那个秒的 就是几个million秒的那个 就是相当于我在后台帮你把 这个时间的格式转换成更容易理解的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需要获取一些信息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gmap.image plot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把你这个影像传递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获取这个这个信息了 这个就最简单的 这个 然后最后面最下最后讲一下这个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这个就是获取你影像一些基本的统计信息 这个有点类似rts你打开之后的影像 然后看一下最小值最低值平均值或者它的标准差 类似于这些 那你就可以通过调用计约这个函数 image mean value 然后把你影像传递进去然后过去 这个呢对初学者可能容易接受一点 如果在后台了其实他g是调用一个叫reduce 反正就很费劲了 就是说给你个影像 你让g说帮你计算一下 最小值记得好几样代码就是用reduce 然后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就你就不能直接给我一个值呢 因为g里面所有的印算 都是跟你这个缩放的尺度 跟你所需要的这个scale 它不是按你影像的延始分辨率进行计算的 所以就是说 你说你现在告诉给影像说让g说 你告诉一下这个最低是多少 然后那个g会问你说那你要那个算的那个分辨率 你想要用什么分辨率来算你先告诉我一下 是吧 它一般不会让你用初始 因为它是根据你这个说帮的程度 然后根据你这个需求 比如说你一个全球的这个影像 30米或者10米的 那你就每个要每个每个 每个pixel去算就好久了 所以你自己要指定一个scale 对 你如果太细的话 它就会timeout 就是会不够内存 所以你要设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能接受的范围 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运行一下马上给你出来了 就是说有很多个波段 每个波段的最低啊最低值就是这个11 11然后139干嘛的 但是呢这个函数里面应该是有个scale参数的 还可以设一个边框 比如说你整部影像 我只想计算一下我这个感兴趣的范围内 它的这个最低值的话 你也可以设一个范围 然后scale 比如说这个影像呢 这个 这个怎么讲 这个lane线我们都知道是30米 但是我可以比如说我用个粗稍微粗一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刚才那个是 我可以先设一个30米的 比如说延迟的30米 然后再弄一个300米的 大家看看有没有区别呢 自己看 如果你用延迟分辨率30米计算出来 你这个第一个波段的最低值是1139 然后你再看一下如果用300米 你看这个值就变大了很多 因为300米是300米的话 你是把你那些影像连在一起 然后取那个金值 所以很多那些最低的值可能就被模糊掉了 就变成更大的 比如说我换成100 就是说你这个刚才没算过的 大家可能要稍微卖的 你看现在就变成 更接近于你这个影像的真实的最低值 你越小当然就是越接近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就只需要一个大概的 你可能不需要那么 那么精确的话 你就不用说很 弄得那么细 这个就是说 怎么获取这个影像的最低值 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背后的颜代码 就是写好几样代码 就是初学者就不是理解 为什么这么费劲 就弄个最大最低 它记忆里面的就这样 所有东西 如果你想获取一个信息 你得有一个流程 然后对调用不同的函数 类似的 比如说我想获取它的最大值 获取它的金值 是吧 然后最后这个image stats 这个是一下子给你计算所有的 最大最小金值 还有这个 你看这是一个字典 然后给你一个最大的 这个就是说 每一个不断的最大值 每一个不断的平均值 每一个不断的最小值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包括它的总和 就一下子给你弄出来 如果你需要一个统计一个大概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获取这些最大最小值 这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叫描述性统计 获取影像的基本信息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好像还剩一点点 那我们 先休息 五分钟 然后 再继续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那个聊天里面 把我们一会休息完再 解答一下 好了 我们继续先回答几个聊天记录里面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王怡婷 问所有这些数据的属性的代码都是这些吗 我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如果就是说你想获取所有的属性的那个这个值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用这个image props这是一个 另外你可以用这个image to dictionary 就是这两个函数都可以 image dictionary就是说原始的影像什么信息都给你 如果是image prop的话就是多了几个 相当于有个把你这个时间转成这个 这些之外 应该是我不记得有没有个scale的这个 忘记了有没有个scale的这个函数呢 这里没有 那就是把那个时间给你换过来而已 所以就说就这两个函数 第一个问题是记忆里对于三个数据调用期的函数 比如说我自己编写的某个公司进行运算的时候 有时候也需要了解不同尺度的结果 该如何交出scale呢 其实不需要的 scale只有在你导出数据的时候 或者你计算出结果的时候才需要 你把它想象成如果你所有东西 你现在都是在记忆里面运算了干嘛 你如果还没有把它导出来 还没有比如说做一些统计输出一个excel表干嘛 你完全不需要理会这个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几的情况 你不需要理会这个scale什么问题 它第一的好处就是说它多元数据融合 它就所有数据都可以弄到一起 它印算的时候 它是根据你这个书放的这个尺度 根据你那个地图 如果你的数据是显示在这个地图上 它是根据你地图放大到多少 它是做那个印算的 所以只有在你需要输出结果的时候 你才需要考虑这个scale 比如说你用Modis印算是一个kilometer 用Lenset的话是30米 你用两个数据进行印算 那你就是自己要想 到底是用30还是用1kilometer 你导出数据的时候 你需要设这个scale 平时印算就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了 就是说投影scale这些问题的东西 记忆其实都很聪明的把你处理了 你不需要去干预它具体的要不要做reprojection了干嘛 这些有时候是画舌添出 反而容易出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fc定义失败是缺少 那当然了你就前面你我给你演示的时候 我有时候定义一些新的变量 如果你在下载的代码里面没有 那你自己得去 自己得去定义那个变量你才能用 不然肯定就出错了 最后一个说 data搜索框中 显定import之后地图中没有加载性 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现在是我们用的是Zupy的Lab 以前的话是Zupy的Nobu是可以的 所以我可以给你 比如说我给你 我给你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 就说Zupy的Nobu才可以 给你演示一下什么意思 这里比如说CondaActivate 然后EE 然后你要打Rupy的Nobu 因为这个就是它Rupy的Lab 它后来就完全变了 就是它机制不一样 所以它不再支持 你用写代码自动生成一个新的 一个CodeBlock 大概就这意思 所以比如说我给你 比如说给你新建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就知道 我大概说了什么意思 比如说import EE import Email Email 然后 Email 等于Email Email 然后这样 我如果在这里面 搜索数据的话 是可以 可以用那个 import 比如说看这个 你看这个图表 这里对齐是完美的 就是它Zupy的Lab和Zupy的Nobu 两个 两个都是 不一样的 你看这里面 Zupy在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相当于就是说我弄Zupy的Nobu好了 Zupy的Lab就不对齐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还蛮讨厌的 然后比如说我就说Elevation Elevation Elevation 是吧 然后大家注意仔细看 我现在这个地图下面 这个下面是空白的是吧 然后比如说我选择一个 比如说是NASA SRTM 比如说点一下这个 然后我点一下这个 import按钮 注意这个地图下面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Cobro 看一下 就出现这个 然后我就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我说的就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Zupy的Lab里面就不行了 你就是手动的 布置粘贴了 就是因为Zupy的Lab 它不支持 你用编程的方式 创建一个新的Cell 大概就这个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 说数据的UT字时间 是特指某个UTC吗 看来数据的描述没有 不知道什么UTC UTC的时间 它就是你就把它当成 英国格林尼泽那个时间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 你必须加8个小时 大概已经那个时间 然后比如说NASA的话 你都就是过境的话 一般都是你本地时间的 比如说早上10点半左右 对吧 所以就是UTC 就是你不懂的话 你就Google一下 Codinate Universal Time 然后现在就是英国的格林尼泽的时间 它就是时期就是东临时期 然后你比如说你中国是东八 现在中国的时间 要比那个快8个小时 美国的话就是比如说是 负5 那就比那个UTC慢5个小时 类似于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个问题是说 filter选取的时间可以同时选取几个时段 比如说连续三年里的9月 当然可以 你就是我们昨天应该也有提到的 我就是一个 用那个函数叫filter 然后current的range 所以就是说你有整个collection 然后你可以首先filter date 你就是用你的filter 比如说我要2020年到2022年 你就filter date 20201月份1号到2022年的1月1号 然后你下面再接着一个filter 再接着一个filter 就是1度filter current的range 然后你这里面第一个就是9月份 第二个就是10 我看一下10包括包括的呢 inclusive那就是99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把你的这个就是多个联系3.9月份的数据给你选出来 就这样选 好吧好像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继续讲 所以这个呢就我先把这个关了 我先把这个clear掉啊 以免这个timeout 然后clear完呢要再运行一下最前面这个这两行 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是说了这个描述净动力这个inspector其实我已经演示过好几遍了这个可能就 就是简单过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加三格的数据啊加实量的数据啊 然后呢你inspector去inspector比如说点一下然后点一下 他这个就是可以获取 影像的这个属性的信息 包括你三格啊 他可以获取那个坐标啊 那个点的那手 位置的这个 啊 向元的这个值啊 包括如果是多实相的话 而多波段的话 他每个波段的值都可以获取 然后包括如果你是死量的话也可以获取 所以这个就是啊 如果你是里面没有数据的话 那就是都是零啊 上面这个还包括你这个点的鼠标的位置 还有你这个啊 现在你看现在看到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啊 多少米 per pixel 现在这个现在就是你的scale 你放的越大 你那个scale应该就是越小 就分辨率就相当于分辨率越高了 所以比如说现在再点一下 你看现在变成150米啊 每pixel 你可以再放大 所以你放到差不多30米 那个可能就是因为到了极限了 你现在已经19了 你再放大的话 可能就出现那个像素的啊 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像素啊 那基本已经啊 有点过了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现在4米 然后这个现在应该就是1米 啊 一个级别好像是啊 有2米 4米 然后9米 有都是8米 现在就是2 那个级别啊 2的多少次方上去 好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啊 查看影像信息啊 然后那些啊 设置一些啊 属性啊 什么的 查看 然后下面很快讲一下 啊 怎么对 嗯 对 JavaScript和Python之间进行转换 特别是说你 你看一个官方的这个例子啊 有很多 比如像这样的 有很多都是这些都是JavaScript写的 然后呢 如果你就说你不想 你 你是用ZubytoNobu来弄的话 你想很快把它转成这个 嗯 转成这个JavaScript 转成Python的话 那你也可以同样用这个 你是要做的 比如说到随便找一个 然后 右边这里有个 Copy 点一下 然后再回到我这里面 啊 这个地图的界面 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点一下第二行第三列这个图标 转换了 你点一下 再出来了 然后你就是Ctrl V就行了 然后再按这个按钮Comfort 你看Comfort之后 它自动现在这里把你变成了 如果你是在这个ZubytoNobu的话 其实会自动在你下面这么一新生成一个CoreBlock 然后自动代码就在那了 就跟我刚才那个搜索数据一样 但是因为 啊 ZubytoNobu不支持 所以你就相当于 我要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是按 按这个B 新创作一个CoreBlock 然后Page 啊 基本上如果你别的地方已经Import了 我这个可能就不需要 然后你看 进行一下 是不是 这基本上 啊 它 它CoreScript里面 它这个 它这个帮助文档里面 基本上很多的这个CoreScript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转换 比如说我再回到 再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回到这个 啊 它的帮助文档 然后找一些别的例子 啊 大多数基本上简单的 就是说规范的都可以 如果它你这个代码真的是很复杂 然后很多那些 啊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内置的那些循环啊 函数啊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 那这个虽然说它已经给你提供了这个 啊 它有Python了 它其实我也不需要 我可以直接就是 你刚才用Python的话 它其实 它你前面它这个是用那个Folium 啊 然后还用这个Mate AE layer 就是 嗯 有时候反而就是说两个 跟那些 其实不一样 我可以用这个啊 Copy一下 回到这里 啊 同样的 我这里 你把它中间 按中间这个按钮 Clear把它清除掉 然后Ctrl V 啊 Convert 你看 变成Python了 然后 选择C 然后我再新建一个 Opload 对吧 啊 不需要 import了 然后 看 我出来 就 而且这个代码呢 最大限度的保持跟这个 个JavaScript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它自动把你都去掉啊 去掉这些 分号啊 然后这些 啊 自动给你转换成这个Python 建筑了 所以这给你省去了很多时间 包括你看这些加一个分号啊 什么的 那这些都没有 所以这是 这其实是我最开始开发机的时候 一些基本的功能 因为当时 最开始我都是用JavaScript写的 然后后来就想转到Python 啊 然后我有一堆那个些 很多的一些代码 很多就是要按一个转换 后来发现要不就弄一个 自动转换的试一试 后来发现也是可惜了 大多数情况下啊 比如说你这个弄完 我再换一个 我现在搞成 换成这个 同样的 Copy 然后呢 再把它在这里 Ctrl V Ctrl C 然后呢 Ctrl C 然后再装进一个新的行 Paste 这个没出来 来说这个 Metal Ad Layer 哦 这个是Force 它因为它那个 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 所以你把它打开 那就出来 好吧 这是最简单的 手动转换 当然如果说你有很多个代码 你有想批量转换的话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通过代码转换 比如说 你就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那个变量呢 就是会 用这个现在包在一起 然后 这个我不确定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就是说可以在里面 你看自动生成一个新的一个Cover 你看我再再仔细看一遍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就是JavaScript 你把它复制到里面 然后你把它 弄成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必须用三个冒号 三个冒号包含在里面 不要用一个我一个就不行了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因为你代码里面可能会有冒号 有笨号 可能会 你就用三个 三个的话基本上它就按你原始的 然后你看这一段就是JavaScript 然后你就调用这个zmap 做个函数 jssnip to pi 然后把你这个 像那里那些变量放进去 然后它就会自动在下面生成这个 新的这个 你看这样就比较 当你转完成这个python 然后你就用运行一下 哎 我这里怎么会有两个man 难道是我那个 呃代码里面会有 有一个bub 我看啊 那有可能 那你把手动删掉 这个可能是那个代码里面的 一个bub 以前都没有 后来可能修改一下反而出问题了 嗯 然后你可以把前面这两个不要 嗯 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 那不影响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像 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动转化 这就是两种 一种是用的工具栏 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函数就可以转了 还有最先最后这个呢就是 嗯 批量处理 比如说你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嗯 嗯 很多交换这个 这个 脚本 然后呢你想一次性的把它转换 成python 那你可以这样 你就是 啊 定义你这个js这个文件夹 嗯 到底在哪里 然后 啊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 啊 回到这里 然后 因为Gmail它有些简单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 加script是吧 现在在现在这里面有一些 然后 啊 复制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回到这里 啊 我可以在这里面 比如说 弄成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我现在这个 加script的文件夹 我把这个删掉 就说这里面有五个 是吧 我那个你可以打开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 啊 啊 用用记事本呢 或者用Visual Studio Go 啊 不是BaseScript 是吧 这就是最起码它里面 就是这些 Earth Engine 如果你想批量的把它转换成 Python 或者Zuby的nobu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例子 然后呢前面这个 我其实啊 这些这两个不需要的 output 我可以需要 然后呢 这个js 就是呢 你这个输入 我可以就是用这个 这个叫javascript 这个文件夹 然后大家看一下 啊 我运行这些 自动帮你 哎 怎么 对 已经转好了 你看 这种 都gmap.python 就给你转好了 然后一点你看 就所有代码都帮你一次性 包括里面你看 你看有些有函数啊 有些有别的都会帮你自动转换 啊 那么这个啊 啊 然后你就可以 嗯 可以用啊 所以取决你到底你有很多 还是说你有比较少 就是可以这样 啊 再转换啊 最后一个这个呢 是 直接调用javascript的函数 这个是最近 啊 最近刚新加的功能 然后呢 啊 但是这个是你需要装两个软件 一个是装那个一 另外一个叫 啊 啊 这个在我那个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那个代码 那个啊 简单那个代码 那个书里面 我们应该是没有 没有仔细那个介绍 但是我那个书里面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 啊 using us engine data 然后 code javascript 啊 这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啊 具体怎么 啊 怎么用的 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 嗯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接下来自己去 啊 自己去研究 就是你要装这个 nodejs这个转件 还有装那个git 这两个 啊 才能用上这个 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安装这个包 你看我这里没有安装 你可以先安装一下 然后 嗯 安装一下 你可能要重启一下 那个 啊 那个kernel 然后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 用了 你看已经装好了 然后 比如说restart一下kernel 然后呢 啊 import 嗯 require 哦对 就是我没有装那个nodejs 因为是之前在那个别的电脑上测试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 大家 可以去看我那YouTube上也有视频 介绍就是说 介绍这一部分呢 怎么调用这个javascript 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但是呢 啊 也许很多人现在还不需要用到这个 所以我们 啊 没有时间我们就先不讲 大家可以 后续有时间再自己去 啊 去去去看一下 好吧 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终于把第三章讲完了 其实已经花了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先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换到下一个 啊 第五章 啊 这个问题是 说 啊 如果是包含比较复杂的函数等操作 也可以转换成功吗 啊 看情况 看你有多复杂 你真的太复杂了 你就是你可能要手动修改 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毕竟 Python和JavaScript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啊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能所有完美 把你自动转换呢 如果你的 你的代码里面大多数只是用到 加Earth Engine 就是G里面那些API 基本上就可以完美转换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那些 啊 Python里面的东西 啊 那就是不一定的 就是你有looping啊 有那些复杂那些 啊 JavaScript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完全转换 那种情况下呢 你就是去学习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不用转换也可以调用 啊 但是前提是 你的代码里面你的按照一定的格式的 就是你定义这个函数 然后你还得把它 export出来 就像那你把它 啊 别的 别的函数能调用你这个啊 就是你要尊重一定的格式 啊 反正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我那个 YouTube上有介绍这个怎么用的啊 稍微比较 古杂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没时间 我们就 啊 先不讲了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 讲一下第 第五章 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 啊 这一章下载 然后呢 我们之前 计划呢 就前面就说 啊 会对这些数据的可视化 然后包括创建 图例啊 一些原色条啊 然后创建一些基本的对对这些数据的可视化 然后希望我们 啊 啊 接下来这个 后半段时间能把这个完成 所以我先打开这个 啊 同样的 就是 嗯 导入这两个 然后第一个 介绍的就是用这个 啊 其实这个之前 啊 嗯 第一节课视频里面 啊 那个那个报告里面 PVT应该也有讲过了 这个是用这个叫 Protting就是绘图 然后呢 你比如说我们创建这个地图 然后加载了这个数据啊 就是有1到7个波段 然后这个是怎么对这个数据进行可视化 然后把这个lensate加到这个啊 地图里面 第二个数据这个是hyperion 就是高方谱的数据啊 这个hyperion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filter 2016年到2017年 然后呢 这个hyperion这个可视化参数是这个 然后加进来 所以这个应该都很好理解的 就是创建的地图啊 获取这个数据 然后告诉你啊 你你想怎么对这个数据进行可视化 这就是那个数据 然后你看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啊 那个白色这个是高光谱的数据 所以最简单的 你就是可以啊 用第二个按钮 这个Protting 这个就是 帮你获取这个影像 你有多个波段 或者你有一个时间序域 帮你获取完 你就直接回绘图 比如说点一下 你看 lensate 然后这个就是啊 b1 hold the way to b7 是吧 比如说你的光谱曲线 是吧 一般红色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学药杆知道 这是 近红外 啊 那个植被在近红外 有很高的这个反射率 所以你看在b4的时候 啊 near inflate这个波段呢 它就很高 然后前面就变低了 是吧 如果是水的话 啊 一般就是全吸收啊 所以都是很值的低 你看啊 很低的值 所以说第一波段啊 到第一波段 有时候还能有些反射 到后面近红外波段 基本上就全吸收了 啊 包括植被啊 农田啊 然后比如说啊 沙漠啊 都有不同的这个光谱曲线 啊 注意呢 这里右上角 这里有个图层 这里就告诉你是怎么 啊 选不同的图层 如果你说你想 看这个高光谱 你就选择这个高光谱 然后你就放大到 比如说这个高光谱的 这个数据 你点一下 你看这就是它的 高光谱的光谱曲线 当然这个形状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定义的 我们没有时间 就具体去做这个 就是就是说 啊 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你想获取这个 啊 那个基本的这个信息 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你点的时候 啊 你想啊 啊 或许这个影像的这个 当时比如说我换回到 Lane Set 然后你可以就说 Set Plot Options 然后第一个比如说 Add Marker Cluster 就是说我鼠标点的时候 你要不要加一个点 你会加一个Marker 然后要不要多个可以Overlay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我先运行一下 对吧 那我点一下 那你看啊 最好还是我看重新一下 因为两个不同数据合在一起 可能有点 有点乱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 再点一下这个Plotin 然后大家现在注意看 是吧 就 哎 我这个可能他他还是跟你原材原来的还在 那就是 那你就要完全把这个 啊 Clear掉才行 这也也算是一个bug了 应该按理应该就是要 要清除掉你原来的这个东西 他没有 我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点一下 对吧 加一个Marker 再点一下 那个线就是加在上面了 啊 然后比如说画一个水 你点的页多的话 他最后你缩小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cluster 你要放小 你看 他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啊 一个好处 还有这个就说应该是这个点了 应该是有函数 把你那些 刚才这个有点类似就是说你采样 应该是采那个训练样板 啊 可以这样 然后比如说应该是有个 MapDoc 啊 我 Exact 对 MapDoc extract values to points 啊 其实我刚才点点那些呢 你可以把你那些 刚才我点的那些获取出来 所以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MapDoc extract values to points 然后你选择一个输出的路径 比如说LaneSet.csv 就是把你的结果输成一个 CLC文档 你看点一下 然后左边这里就出现了这个LaneSet.csv doubleclick一下 你看 啊 就有个 一二三十五六七 你看我们刚才点的这个 啊 是不是有七个点 总共你看七个点 然后 每个点的这个 你点的这个 经纬度这个坐标 然后包括 每个波段的值都给你提起出来了 所以说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迫起这个影像的这些 就是 采样一些点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很方便的 就可以 把那个信息提出来 这就是 啊 用这个函数 然后下面这个呢 TranslayerOPHD 这个之前 啊 也差不多基本上都介绍过了 就是 啊 有一种情况你就是通过这个 你你加住这个 这个 这个函数的时候 啊 最后一个参数就是OPHD 就是你的 嗯 透明度 如果你不弄的话 他就默认就是1 啊 你可以设比如说我 第一个图层 我想把默认弄成0.5 是吧 弄成0.5 你看现在就 那个 行政区画那个就变成差不多透明了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图层 啊 你点一下 然后用这个图层 啊 这里你看自动 它就帮你根据你的值 对应了 是吧 这个就是你最基本的 怎么 啊 对影像进行可视化 然后 调整它这些透明度 用就可以通过这两个 啊 还有这个这个按钮呢 啊 你看你鼠标移动的话 你放开它就变了 如果你想固定住的话 你就点一下 啊 这个工具条就会固定在那 它就不会 啊 不会跑的啊 这个为什么那样要这个隐藏呢 是因为 啊 后面功能加的越来越多的话 啊 这个慢慢的这个 占这个屏幕就越来越多 所以以后 啊 就是你点一下它就啊 收藏 就隐藏了 自动隐藏了 好吧 这个就是加载这个 啊 怎么讲 就是什么 啊 这个改变这个透明度 下面就快一下 很快讲一下 对影像进行可视化 啊 所以影像呢一般就是 两种 一种就是一个波段 一种就是多个波段 就是这两种情况 所以第一个呢先针对这个 啊 单波段 啊就这样 然后就是 一般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是srtm 然后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minimum maximum 然后这个呢就是 颜色颜色表 啊 啊 调调色板 然后这个值呢就是RGB 啊 一个字体定义 然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然后这里有个setting 啊 点一下你看这里就出来了 然后右下角这里会 啊 自动更新的调色板 如果你想换的话 你就换一个 比如说点一下这个 那个调色板下面这里就可以 右下角 就给你预养一下这个颜色是 什么样子的 如果不行 那我就比如说换一个 啊 一张 hot 就这个 然后你就apply一下 你看就帮你把它换成这个 不同的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都可以自己掉 比如说你这个还可以看出 你要多少列啊 这个一般不影响那个图的 因为 超过这个五六个颜色基本上差不多 你也可以 比如说我把它全部清除掉 没了 然后我自己想弄两个颜色 那你也可以 比如说我先弄一下这个 点一下 然后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加进去 然后接着再换一个颜色 就是换成绿色加进去 接下来一个红色 接下去apply 这里你自定义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那颜色自己调 然后呢我可以调这个透明度啊 啊 啊 这个影像的值的范围啊 apply一下 比如说 稍微比较傻瓜 啊 傻瓜化一点 让你可以 啊 不需要这个 嗯 变成你也可以对这个可视化 下面还有这里一个叫 lason就是加那个图例 现在就加那个colorbar 固定住 比如说你看linearcolorbar 然后你就apply一下 诶 这样就出现了 像这个就是固定在这里了 就是说你这个 它就不会跑了 所以你这个 比如说我把它换成颜色了 你这样你就是有这个 刚才我调那个颜色不太好啊 有个两个低值和高值差不多 但是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 啊 用那个工技栏去调这个 可视化的参数 然后 嗯 最后还加这个这个调色板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啊 单不断 然后这个可视化的参数 你看可以 啊 一般的话最简单的 我就一般就这样啊 你懒得记这么多 你就是如果是dm的话 我就直接打train就行 啊 就搞定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啊 能用啊 应该dm也可以 我记得 对dm也可以啊 就是dm或者train 或者gist 下化线 嗯 啊 这样也可以 那就是这几本呢 最常见的这个 对影像进行可视化 下面这个就多波段了 多波段 你看这就多了一个参数 就是你可视化的时候 多了一个ban 就是说你 你想选择用什么波段 然后比如说b4b3b2啊 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b4b3b2就是啊 啊 啊 镜红外啊 那个假彩色合成了 然后你同样的 你可以点这个layer control 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要自然彩色 那就是b3b2b1是吧 apply一下 然后就变成自然彩色 然后你如果你是要 稍微亮一点的话 你就把这个gamma 调大一点 应该就变得亮一点 应该就变得亮一点 就是gamma 它就是啊 乘以那个你那个影像的那个pixel 那个低音值 把它变大了 所以就稍微变亮一点 当然你弄不要弄太大 那变成白的 有点有点过分了 然后比如说我给你754是吧 apply 这个就 这里根据你自己的颜色调 这个当然你可以单波段的 比如说我只想调用这个 比如说我只想看这个镜红外波段 那就用一个 然后你apply一下 然后如果是单波段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这个colormap 就可以用这个调色法 点一下 然后就能有这个 如果你多波段的话 就不能用这个参数 只有单波段的才可以 所以比如说我要用train 大家可以后面去 自己去弄了 这个就是教你怎么可视化 用代码也可以 用这个 这个zmap里面的那个工具 也可以 就这两种 下一个就是 对实量数据最近可视化 其实这个我们昨天也有稍微 讲了一下 就是说墨证的话 墨证的话 加到图层里面 你如果你实际上不任何设置的话 可视化参数不设置的话 它就是这样 黑色的 然后里面如果是多面型 它就是半透明的 大概这个 这个这样的 但是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你还能用这个inspect 如果你改变的时候 这个inspect就没有 就看不到这些值了 所以下面这个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可视化的参数 这个color 这个color是指这个 多面型的这个 这个轮廓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color是可以六位或者八位 六位 前面六位是RGB 后面两位是透明度 所以APP就是25 就是说不透明 然后这个是宽度 然后这个线呢 是你要实现啊 虚线啊 还是点线啊 最后这个fuel color 这个就是说 如果都是0 就是透明了 因为这 取决错面这两个0 后面两个0 就是说 完全透明了 那么如果你是后面两个 是完全透明 前面这几个都 不管你什么值 它都就是透明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给换成这样 这样的话变成就是说 这个值就只是 只是变框线了 它没有填充 然后前面是红色 所以说如果我想要比如说我想要蓝色 那就是 蓝色就是00 00 然后APP 是吧 同样 然后再移一下 要变成蓝色了 所以这就是最基本的 对 最往这里有个style 就是掉这个style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style呢 就是这里面要两个 两个心 就是这个字典 你把这个字典unpack 然后把那些unpack之后 就打开之后 变成这个style这个参数 所以这也是一个 你要习惯了 你慢慢就知道 怎么样 你可以去看这个 它这个函数里面 这里有写的style这个函数 比如说color point size 就是说怎么定义 然后包括它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例子 我给看一下这个能不能自动展化了 我试一下 也许不行 这个看得起有点稍微有点普杂 这种类型的东西 这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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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们没有时间提报 算了 然后大家赶紧可以自己去调试一下 好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对 实际上是有三个数据进行可视化 下面我就讲一下这个图例 因为这个是 特别是你做土地定用分类 或者做一些别的 最后你想 因为人家都不知道那个颜色代表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你都需要加一个图例 Gmap里面有几个 就是说view in的 Gmap都view in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图例打开看一下 没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NLCD 然后ESA那个全球土地布盖 然后Azure 然后Ruble的Dynamic War 还有几个其他的 当然你可以自己创建 就是说不一定要用这个Gmap这个图例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就 用这个例子 创建一个地图 然后比如说我们加载这个谷歌 这个卫星的这个basement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美国这个NLCD这个 这个书记 选出的就是这个土地定覆盖这个波段 现在就是选出这个影像了 然后我们把它加载到地图上 最后我们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叫做AdLasin 然后下面这个Title 就是说你这个我先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就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数据 土地用美国这个很有名的这个NLCD这个数据 然后右边的这个就是 你看你就是你这个图例 是不是 然后这个Build-in的Lasin就是相当于你只需要 输入这个禅数NLCD 它就自动会生成这个 然后呢你还可以设置宽度 比如说你这个 你如果不设的话它可能不够长 它可能就会出来一个滚动条 你看这个不够长就出来的滚动条 所以如果你那个你那个图例 那个很多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比如说465pixel 或者稍微长一点都可以 这个就是你怎么根据你那个生成这个图例 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了这个之后呢 比如说用户可以去点击这个Inspect 然后你点击一下地图上的值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好像有点 有点覆盖住了 我可以把它追前屏 然后大家看啊 我点击这个LangCover82 82你就可以来查下面这里看 Cultivated Crops就是这个农业 然后比如说点一下这个41 Decidial Forest 是吧 然后比如说再点一下红色23 是吗Develop Lane 所以这个有这个好处就是说 这个对你那些 对这个数据不太熟悉的 然后你想点一下查看一下 那你有这个图例就会有很大的这帮助 然后这个title你也可以改 比如说我就只想要 LangCover也可以是吧 这就是你看现在变成LangCover的这里右边 这最基本的就调用我Gmail里面已经给你集成了这个图例 你也可以自己就说自己创建自己自己的图例 然后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没有任何数据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LangCover 然后1 2 3 4 5 对吧 所以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 一个Key 一个Value 现在你这个 这个名字对应的这个颜色 第二个名字对应这个颜色 现在你就需要 你需要两个列表 然后一对一的 然后你就是同样的用这个函数 AdLagent 然后这个AdLagent这个函数呢 它有个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弄成一个Dictionary 或者你可以直接 弄成一些Key 我这个可能要 换一下 因为我已经改了那个 改了那个名字了 其实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叫Key 不叫LaserKey 这个我应该后面要改一下 其实应该是这两个参数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那你对应了 5个 然后比如说后面 比如说我可以再加一个 比如说 1234 然后比如说5 5 然后这有个再加个颜色 比如说 再加个红色 比如说 警号 FF00000 对吧 让大家看右下 1 2 3 4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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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是一个bug 可能我后面要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可能我后面要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123456 123456 按理应该没错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那个我后面再研究一下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这个你就是直接定义一个 一个字典 然后呢 这个是那个文字 这个是那个颜色 那个文字颜色 你也可以成功这样弄 然后这个其实呢 跟我们刚才那个 NLCD的例子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是你自己提供一个字典 你如果是用我刚才这个Building的话 就是都是固定的 这个呢 就给提供给你提供了一些灵活性 你可以自己修改 比如说你看你对这个看着这个鞋杆看的不太好 你不想用这鞋杆 你想用这个 用一个 这个符号 那你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像这样 是吧 这样你就运行一下 像在这里 你看就变成改成了 就像那样比较灵活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 你所需要提供的就是 比如说你用 你对中国整个区域进行土地用分类 一个分类系统可能跟美国不一样 那你同样的你就定一个字典 比如说第一类是工业用地 然后农业用地 然后开发用地 什么 就是这些类似 然后你想对应哪个颜色 你就把你RGB那个颜色 那个码掉进去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同样的 就是你获取这个数据 加载这个数据 然后最后就是加这一行 AdLagent 然后这个title 就是你这个图例的这个titl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参数 Lagent 就是这个 你这个 这个字典传递进去 然后就搞完了 就是这个就是你提供这个 当然我可以短一点 比如说也不一定跟你这个影像 依对应的 你如果弄少一点 比如说弄五个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个不影响 这个其实跟你这个影像没有 真的没有这个直接的联系 当然就是说你是对应的 但是并不一定说 你就是一定有这个有个值 你必须在这里面就有 有时候你可以忽利掉一些 根据你这个自己的需求 又说不一定是完全是 一一对应的 这就是这两种方式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 有些数据呢 有些就是说 比如说通过Earth Engine上面 它有些 有一些 它有些图例啊 你我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说什么 比如说我copy一下这个 然后我先去google一下 找到这个数据集 是吧 这个就是说用 偶空局的这个原 就是这个土地利用覆盖 然后呢 它其实它已经有一个 它有一个颜色的这个 我看在这里没有 就是说你点一下这个 这个band G里面其实已经 它有它那个颜色 其实它这样了 比如说这个纸 它就用这个颜色 这个纸就用这个颜色 而且它还有个description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通过这个 把它变成一个图例呢 你看我可以 其实可以打开这个 在这个 Jowscript Co-edit里面 你看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你就有个数据了 那其实它是没有图例的 Jowscript Co-edit 这个Co-edit里面 是没有图例的 但是呢 那机器里面其实它 已经有这个图例 这个颜色表 我们其实是可以 根据这个把它转换成 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转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同样的 我创建一个图 然后呢 我就加载我这个数据 然后呢 把它加载到地图上 如果是你没有这一行的话 比如说没有这些东西 它其实就是 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 加了进来了 但是呢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 哪一行 哪一个颜色代表 哪一个呢 那你最好就加个图例 所以比如说 那怎么加呢 这个就是 你可以很方便的 我就到我这里 我把我的整个 整个这个表 选择之后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这里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 一个函数 比如说 我就比如说 这个叫做 class 比如或者就叫 lander 或者 怎么讲 有个table 然后呢 你就是 三个 冒号 然后呢 就把你复制的地方 paste 复制在里面就行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 现在我们获取 这个整个 整一串字幅串 后面呢 就可以把这个 直接把这个字幅串 转换成一个图 这个 dictionary 所以我再 maybe 我换一下 新创建一个行 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现在就这个样子 是吧 然后呢 我就可以 调用这 gmap 这个函数 叫什么 langer from e so langer from e 然后呢 你就是把你这个 这个table 传递进去 这个table 然后 看一下 是不是 很完美的转换 就是 把你那个 把我们从 g那页面 那个 那个图列 那个表 它是一个表格 然后转换成一个dictionary 有了这个dictionary之后呢 我们把它保存成这个 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调用了 我先把这个去掉 其实就是 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就 map.legend 然后呢 你就是 你可以设个title 然后主要就是个legend 就是这个字典 然后就是等于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 获取的这个字典 然后你就回这 看一下 看看 是吧 很 很 花很少的工夫 不用你手动说去 创建那个字典 就是复制 粘贴一下 转换一下 你就用了这个了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title也换一下 比如说换成title title 等于比如说 Esa link cover 然后运行一下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 这个是十米的 这个是全球十米 土地利用覆盖 这个应该是 目前基本上是最 最 博物率最高 也是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最好的 全球报应率 土地利用覆盖的数据 这是2020年的 后面会有2021 2020的数据 我们最后一天的话 也会有一些案例 讲解怎么 比较不同的 这个土地利用覆盖的 这个全球土地利用 覆盖的数据 所以到时 可以大家再 继续研究一下 好吧 这个就是 做这个土地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 然后就再休息一下 这个呢 就是创建这个 color bar 现在就是个颜色条 这个就是相当于 这个有点类似调色版了 所以比如说 你看这个 我们先弄一下 这个 这是我们现在新创建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DM 这个DM 刚才以前的例子 都用过很多数了 这个就是你可视化的参数 最小值最大值 这个是我们的调色版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 加载 然后你所需要做的 你如果想加那个 color bar的话 就是你直接 可以用直接用这个 visualization parameter 就是刚才你可视化的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参数 然后传递进来 就可以了 你给大家看 右下角 运行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你加这个color bar 这个 然后还有 这个layer name 这个layer name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这里 这个影像这个图层的 这个是这个layer name 如果你这里设置 这个layer name的话 现在就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color bar 和你这个图层连接起来 所以你这个图层 如果关了的话 这个color bar 也会关掉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等于这个 是不是 那个color bar就没有 现在就是把两个 关联起来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那两个 那个color bar 跟你那个图层 是分离的 其实他其实不知道 跟哪个 跟哪个 所以最好就的话 你就把那个图层名字 跟这个关联起来 它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label label就是你 这个里面最下面这里 显示的这个文字 如果你想改的话 你可以改 是吧 那默认情况下 它是水平的 你也可以设置这个orientation 把它弄成vertical的 比如说 弄这个 是吧 它马上就帮你换成 vertical的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参数 就是你可以设置 这个transparent background 就是你要不要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background 变成透明的 所以比如说 你前面其他都一样 后面我就把它变成透明 你该看右下角 是不是 就很快就变成这个 透明颜色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可视化的时候 你再加一点这个东西 就是会 对你这个可视化 能大家能更容易的去 解映你这个 读你一个影像 所以也是一个 比较增强你这个影像的 这个提供的这个信息 一个方式 所以就是 这几种方式 当然还有可以 我看我们一会 有时间再介绍一下 怎么给这个 实量数据 可以加这个图例 因为实量数据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例别 干嘛 你也可以 需要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图例 同样的道理 包括这些colorbar都可以 这个不只是说 对三个数据才可以 实量数据也可以 好吧 好像十点半 那我们再休息五分钟 好了 我们继续 先回答一下 一些问题 我看前面是到哪里 王一廷说 那个model1 has no actual reducer 这个就是你的工具不好使 软件不好用 所有的都是连接问题 你的代理问题 这个跟这个gmap其实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是 你要回到第一节课 我们说的那些 怎么解决那个方案 第二个说 这些数据和代码都会分享 这个 第一节课我们也讲过了 那个书是在 book.gmap.org 这个里面 就是说所有的代码 这个会持续更新的 就前面很多章机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后面几个章机 我还会再更新的 会加进去 这个是那个就是代码的 然后书的这个中英文的话 是在那个csdn那个博客里面 就是那个东北大学那个 韩天范老师他帮我翻译成那个中文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叫sttps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订阅 就是你可以看那个书的中文和英文 因为我们之前是计划 那个中文版在国内出版的 就是但是后来找朋友问的 那个出版是好像是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出 在国内出版 因为是用了技 包括那些谷歌那些国内禁用的 所以是出版不了 所以就只能通过这种订阅的 因为他韩老师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大家就当买两杯咖啡支持一下 然后英文版的我也里面会提供 你看可以有这个目录 然后中英版的目录 然后有每一张的英文版和中文版 就所有的内容都会在里面 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 当然你如果能力好 你就用这个直接看代码 就是没有任何解释的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就直接不用买也行 所以如果要支持一下 那你就去买那个书 然后我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 下一个 图例大小 罗根兰说图例大小 字体大小如何调整呢 这个是个好问题 这个目前的话 应该是不支持调整 那字体大小 但是如果你真想要的话 你可以去修改Gmail里面的代码 就是说这个图例 其实是根据一个 一个模板创建成的 然后我给你找一下 比如说这里 锡盘 然后users 然后我的名字 然后你是装在这个mini conda这里面 然后呢你所有的包是安装在这个embs ge 然后lead 然后side packages 然后你就找到这个gmap 这个软件包 gmap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data 然后这里有个template template里面有这个legent 这个你可以用这个 即使版或者其他打开 这个里面就是 相当于我创建的时候 就是所有都是根据这个 所以如果你真想要改变这个size的话 就比如说form size 应该就在这里面改变了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这是一个模板 然后你看这12345 这是他们的颜色 相当于这个cscs那个样式 所以如果你真要的话也可以这样 但是 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 因为墓震的话 全部都可以 还有一个下面的问题 操作成说图例的可以手动移动位置吗 如果你是用gmap的话 是你可以设置左上右下的四个方向 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或者我弄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这个吧 这不简单 这个 比如说看这个 你的图里面它有个位置的 add legend 然后你shift tab 你可以看这里有个position 所以墓震的话 它就是bottom right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bottom left 然后或者是top left top right 就是你有这几个选项 所以你如果要的话 你调一下参数 比如说这个 然后你站到这里面bottom right 比如说你可以换成bottom left 或者是top right 你看它现在就变到上面去了 然后你也可以bottom left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 这样就是只有四个位置可以移动的 如果你想手动移动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folium 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importgmap .folium asgmap 这个你就可以手动移动 比如说看这个 注意看 这个可以的 ipad leave的不行 所以gmail的话是可以 这个folium的话是可以 你看看这个还是半透明了 然后可以 我可以随便移动 所以你就是说 如果你想移动的话 你就只能用folium 但是folium就是说 它功能相对有限 然后是固定 还有一个就是你放大了就看不到了 放大了那个图里就没了 所以就是也是不是太方便 但是如果你正想 就会说要 要show off一下 要移动 就是这样弄 下一个问题 说这个代码里面这个bottom map什么意思 那个map其实就是它的波段 它的波段名字就叫做map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啊 它这个波段的名字叫map 所以它就相当于就是获取那个波段 比如说我再回到我刚才这个 这个里面嘛 就是这个嘛 对吧 你就看着出去 所以如果你 我再用这个import emap 然后 运行一下 然后你可以 比如说我想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这个波段 比如说这个dataset嘛 就这个嘛 那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换个bdataset dobbannames dobgetinfo 它其实就在上面 它弄了一个括号是因为 你这个bann的时候 你可以有多个 比如说 我们像我们刚才 b5b4b3 就是多光谱 RGB 那其实它这个 只是一个波段 所以你就选出来 所以它就是这样弄的 然后呢我们就加了这个图例 自己 自己加了这个图例 转换之后加了这个图例 这个作用 下一个 宁静 说图例显示了所有label 是跟分类图例 用实际的label 对应起来的 是通过按照同一对应 那当然是 就是说这个图例是你 这个图例 图例是你 你知道那个图 那个图例是你先建好 你调什么颜色 那你当然那个值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你看我这里 点一下这个inspect是吧 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比如说inspect一下 你看这红色 红色现在的值是23 那你图例 你自己这一看 也是前面这个就是值 后面这个就是你的label 所以23 比如说点一下这个水 是吧 11 那就是open world 当然是最好就是E对应的 就是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另外下面一个问题说 class table 你字不串之间 只能用表情符隔开吗 这个其实是取决这个E的 就是你复制过来的时候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并不一心说就是表情符 其实就是我整个复制出来 它在表格里面 它在那个 CLScripts 在html里面 它就这个样子 那就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在弄完 然后创建一个新一个 比如说table 等于 对吧 就是六个 三个 然后你就粘贴过来 它这个其实它是自动的 不是我 不是我去 我去打进去的 因为你复制过来的时候 它这样 所以就是 我在编程里面 我帮你把自动提起出来 把你这个变成一个字典 所以你就不用手动 每个去 这样去打 就打一个这个 打一个这个 如果你图例很多的话 就是 花时间 你现在只需要一行代码 就是 就搞完了 就这样 然后 什么意思 我这里少了一个 是吧 然后现在就是 zmat.legend from EE 然后你就把这个table放进去 就完了 当然有很多你别的数据 不只适合 比如说 NLCD 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颜色表 Band 这个也有 你看 但是它这个 这个超级长 这个NLCD 这里 LaneCoupleTable 你看这个 这个非常长 这个就 就不太好了 所以 你可以就是可能需要手动改一下 但是如果你 你真需要 那你也可以这样弄 比如说 复制一下 当然这个你最后这个图例显示太长了 所以 没什么意思 可以 你要的话 当然还可以 复制一下 超级 超级无敌长 然后 shift 当然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11这个值 然后下面这个分号 然后下面这个 amount号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颜色 就对应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加载到图里面 那这个可能 我感觉要这个地图要崩溃了 然后把它换成这个 这个叫什么 然后下面这里你就把这个改一下就行了 这可能要超级无敌 确实 你看 这样就不好 不是 当然它还是确实是对的 它起了作用的 但有时候太长了 你要稍微简化一下 代码没有错 只是说你提供的东西太多了 它就变得很 很crowdy 好吧 还有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是说Basemap是中文的怎么改成英文呢 这个Basemap是根据你那个你那个软件那个代理 那个东西来自哪里 给你那个区域的 他Google是Google自动根据你那个 自动根据你那个区域给你 你语言的那个 反正那个不能改的 那个只能改你那个软件的代理那个区域 下一个问题 董冠南书Gmap可以添加经纬度网格和 和这个直北车吗 这个是 在这里面不行 但是你 那个书里面的 第三章是有的 第三章 不对 第八章这个是可以的 第八章这个就是教你怎么 把那个图层输出出来 然后你可以加很多那些 不同的投影啊 经纬度啊那些都可以 我最后最开始一节课的时候 也有讲那些 基本的就是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章 就大家可以记一记 那这一章要装一个 一个包叫卡托派 这个包 当然我那个书后面 也会 也会介绍的 但是 目前没有时间 我就暂时 不介绍了 下一个如果请问机绘制好的图层 保存成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讲 怎么把数据输出出来 所以明天会讲这一部分就 怎么把那个矢量数据 或者三个数据保存到你 电脑 下一个问题 韩波 我自己 excel做的表 是不是能直接复制成 搞成图属呢 你可以试一试 可能不一定行 因为我那个是 我那个格式 现在你那个必须是尊成一定的格式 就前面必须是 我不确定是不是需要这个分隔 它应该是只需要 一个空格 应该不只是空格 是一个tab 一个tab 一个键 我不是空格 可能是一个tab的一个键 就是 分隔开 然后 才可以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 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不太 不太确定 下一个问题 请问像这种这么长的分类 能对 能不能对其重分类 不太理解你这个意思说 这么长是 什么意思 是说有很多种类别吗 当然你可以自己 reclassify 这个 是可以操作 比如说你就想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比如说你这个土地 比如说你现在你这个 有有21 22 23 24 我那可能就把它统一成这个 比如说开发用地 或者这个 城市用地 你不需要这么详细的 那你就是 你需要做的 你就是要重新reclassify一下 它有个函数叫一个remap 所以给你看一下 这个有个叫 remap 不确定这里会不会能显示 它可能不行 然后remap 然后呢 你就是这里面就是 比如说你想把21 换成21 换成21 就是你可以调那个 就是把什么值变成reclassify 变成什么值 所以就比如说 1.image 然后有这个 然后下来你就提供两个类表 是吧 第一个类表就是你那个原始的值 第一个类表是你要变成什么值 然后你把这两个列表提供之后 然后他影像就会reclassify 比如说你把21还是1 12还是12 21变成20 22变成20 23变成20 24变成20 现在最后就是两个列表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 我看一下 比如说11 12 21 22 23 24 是吧 然后我就把它想这样换 11 还是21 12 还是12 22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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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就帮你重分类了 现在就是把我 把你刚才那个四种程式用地 把它分成就是同一类了 同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图例现在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个图例跟你那个也不述了 但是 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这样重分类 你看现在 你可以看出所有的程式用地都变成 就是提起出来 其他就mass out掉 又mass掉了 啊 你看水还是水 你看 你可以点击一下 是吧 那水还是11 但是呢 程式用地现在就变成20了 啊 你可以调用一下 比如说我换个底图 你就可以知道 具体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NLCD2019 然后呢 我把这个看一下 注意看 是不是 所有红色的地方都并到一起了 都并成白色的 嗯 就是淡红 粉红 淡红 和深红 就变成同一个 这就是reclassify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这样 把这样重分类 下一个问题 啊 红一难 自体无法调整 自体无法调整 那color bar和lens 整体框的大小能够调整 我看湿地的 挡住了 湿地的框太大挡住了部分用地了 是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 啊 我再回到 我这里就不用这个remate 我把它删掉 这个再用这个例子 来讲一下 嗯 link cover 啊 就我们就同样一个例子嘛 这里 不要这个position呢 就右下角 可以自定义了 这个做一个hide 就是这个高度嘛 这个高度 你看现在很高 我这个图标的话 你看这也都挡住了 所以如果你想小一点 你就换 那比如说 我就400就行了 400个pixel 啊 如果你 这样的话 他就出现这个滚动条 然后呢 宽度应该也是可以设置的 我看一下 width and height 然后没有 我试一下 width 等于比如说 100pixel 我不确定了 这个有 我当时有没有设置 啊 可以的 比如说 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 当然不好看了 因为你这个 那个图很宽 比如说150 对 都可以这样设置的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看一下 哪个 哪个 哪个宽度 高度 比较 适合你 大家还没有别的问题 好像没了 那我们就 继续 下一个 最后一个说 你这个命令很实用 是什么 那个remave 那个函数吗 对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 希望今天能完成我们 计划想完成 好像 好像只剩半个小时 对 我不知道那么完成 后面就是还有几个 卡拉爸这个我们讲过 从后面还有三个 所以也许我们能完成任务 所以 接下来 我还有一个这个有个 ad label display label 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你有 你想在那个图上显示一些 标注 比如说像谷歌地图那样 那你可以用中国这个函数 所以先运行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美国 比如说 行政这个州的那个边界嘛 然后呢 我现在比如说 我想显示一下那些 每个州的名字 在这个 路边形的中间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函数叫做 ad label ad logo就是加标注 然后你可以提供 比如说 我这个 我这个数据来自于 这个 这个visual collection 然后呢 我想用其中一个column 那个column呢 就是这个stusps 我可以先 我或者我 我换一个 让大家知道 那个到底是哪来的 这个sbus 比如说 states 然后我不需要这个 不要用这个style 你才能看到它那些属性 states不是state 这个现在就是多变形 然后我点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每个州它都有不同的属性嘛 这个 stusps就是说美国的州的 他那个邮政变号这个缩写就是两个 字不穿 比如说德州就是tx嘛 比如说加州就是写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标注 我们就用这一列就像在你一个属性表里面 我就用这一个字字不断 来标注这个图 所以就是看这个函数 data就是用这个visual collection 然后这个column就是用这个label 下面这里就是可以自定义 你这个字的大小颜色 什么字体要不要加出 要不要能移动 所以大家看啊 我现在就把这个 我可能要重新运行一下这个 这一行 然后 运行一下这个加这个label 啊 你寻出来 这样就可以 然后你看就是蓝色 然后你可以放大 你可能能看到左上角 其实有个点 像其实就是 这个标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点 加进去 然后你看这个 它其实它这个大小是一直是一样的 如果你说到很小的话 它就变得很 很 cloudy了 然后你应该可以 不计定能不能把这个图标 啊 好像不行啊 这个可能还有个bug 因为我要 我去再研究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想把这个 所有这个label关掉了 你就是 就是 map.remove.label 就把它一下就remove掉 这就是你可以改变 你还可以改变 它的这个 大小啊 然后颜色 比如说我要红色的 我再把它变大一点 比如说变成 14 变大了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javascript做不到的 我这 我那个 目前还没看到你可能在javascript里面 在动态的加那个图标 所以都是 这些都是 iPad lift的一个 一个功能 当然你可以有 我再把它留意误掉 你可以也有 也不一定 你不一定需要用这个 这个feature collection 你可以自己提供一个 比如说你有个 有个csv 然后你有个 近纬度 然后每个近纬度 有对应的一个 标识 你跟那样 下面这个函数呢 比如说 vector sensory 现在就是我 提起这个 周 每个周的中心点 然后把这个中心点 变成一个data frame 这个就是 geo appendus 如果你没接触过了 可能不少许 现在就是 你把它当成 你有个csv 然后这csv 有个近度 纬度 然后有这些属性表 现在呢 你想通过这csv 把它加到这个地图上 然后那个 那个标注呢 就是根据这个近纬度 然后在标注 你可以用任何其中一个column 就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 你看你可以有 countries 有name 所以这个意思呢 就是大概就这样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加到 比如说把它加到这个 这个案例 我应该 我这个 e-states 我那个刚才我用了 那个country 就不对的 所以要用 要先运行一下这个 运行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要 e-states 哦 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 有了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data frame 然后你可以指定说 京度是哪个 哪里 维度是哪里 然后用哪一个字段进行 加那个标注 是一样的 你看又可以这样做 这个python 加out screen 应该都是可以的 两个都 所有的函数 这里面介绍了 你可以用folium 那个包语可以 好吧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可视化 这个水主义的摆盘的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加这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上去 让它 也不是奇奇怪怪 就是 能辅助你这个 信息这个传递的一个功能 后面这两个呢 这个 image overlay 这两个可能也不是太常用 相当于就是说 如果你想在地图上加一些 在地图上加一些这个 怎么讲 加一些图片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弄 这个是pnc吗 我记得是有一个是 gf 我看这有没有gf 没有 这不是动态 现在就说如果你有 你有一个图片 你想就是把它 叠加在这个地图上 但是这个图片呢 可能没有这个 比如说 它没有那些 它不是gout 它只是一个简单一个jpeg 然后呢 你想把它叠加在上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方式 但是呢就是 这叫gmap image overlay 它是一个class 一个lay 然后你就传递你这个url 然后你告诉这个地图说 我的左上角 不 左下角 右上角在哪里 就是你这个image的 左下角的图标 右上角的图标 然后你传递进去呢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你这个image加到地图上 有时候就说 可能 有用的 可能 这个 会用到的 有时候可能你要加一个 你那个logo 比如说你那个 你的学校啊 或者你 公司的logo啊 你想别人看 你的地图的时候 你可以 就把那个logo 这个地址在这里 然后你就比如说 我想放在这个 大概这个左下角 或者右下角的位置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 然后这个呢 还可以 就是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双向的 像我之前介绍 你可以改变那个图层 你可以改变的URL 所以呢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 影像的这个地址呢 我想更换一下 你看 印象一下 是不是 就变了 所以这些都是动态的 这所有的图层都是一个 一个组件 然后可以 可以 可以 这样 加上去 哦 对 刚才 万一说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图标是可以移的 这个是 就是你设置的这个参数 dragable 如果你不想要移动的话 你就把那个dragable 变成force 就呢 就这个参数 这个你换成force的话 它就是 不能移动的 好吧 这个就加载这个 图片 当然你可以 你这个 我刚才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下载 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一样 就是说你那个图片 可以是你本地的 也可以是 online的 下面这个就是video 你也可以在你那个 地图上加载那个video 这个一样的道理 创建一个地图 然后导出你这个video 这个地址 然后告诉这个地图 说你那个左下 右下在哪 然后就是videooverlay 然后传递你这个地址 和你这个地图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动态的 比如说这个 一个video 然后这个video 就是一些气象卫星的数据 然后你这样可以加进来 看着这个 是不是蛮酷炫的 就是 也就是两三行代码 就搞定的事情 创建一个图 或者URL 告诉你要 那里 加进去 搞定 就完了 因为大家如果 有这个 这个需求了 也可以 用这个 下面这两个呢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叫做 splitpanelmap 现在你左右有两个 中间有个滚动条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意思 哦 这个就是两个 咦 不对 这个 这个为什么 我要重新 可能要restart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回到 回到刚才最开始 运行一下 然后 splitpanelmap 然后再运行在这个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现在就是你创建个地图 然后这地图呢 你在上面再叠加一个 speedmap 然后就现在有两个图层 这个图层呢 就是可以有接受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 可以你只是传递一个字母串的话 他就是用这个basemate 就是那个basemate 我们之前讲过的有好几百种 你只要告诉你那个名字 他就可以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就是 这个特别对你 比如说想比较一下两个 啊 图层的这个 变化 或者就是不同的 对象比较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效的这个方法 当然你这个可以改 比如说 train 我可以改成open open shimate 或者opentopomate 都可以 就是一个 就是就是一行代码就 完成了 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放大 你可以缩小啊 然后也可以这样换 这是最简单的 这个是跟 一没有关系的 这是简单的底图 当然你可以加载 一的图层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那些 比如说有有哪些 哪些图层可供选择 比如说 我想用一下这个土地利用 比如说 2019年 左边是2019年 右边是比如说 2001年 这是美国的 你看一下这个 然后 比如说放大到这个 拉斯维加斯这里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 看得到 就是 这样也可以比较 就是说 当然同样了 这个只是一个web service 它不是GG的图层 下面这里就是 下面这个 这里就告诉你 如果你 你也可以用Gmap的图层 然后呢 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创建一个地图 然后呢 加载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NLCD 然后选择这个LaneCover 这个图层 就是 第一个影像 第一个影像 然后呢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影像 用这个函数 e.mapLayer 这个呢 后面这里面这些 其实跟我们这个 用这个 我先把这两个弄掉 大家 给你看看 就是说 是什么个 意思 就这样 比如说 mac.addLayer 然后 其实就是这几个 就是那函数的参数 其实跟那个addLayer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Layer 然后这个是2019 然后你看我弄这个图 大家看 现在我们只是将来就是 把那两个图层 我这里要你要换成2019 就是两个图层 其实 是吧 然后现在加载 其实他们就是在同一个地图上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你也可以比较 这是一样的 然后你就通过这个 就是用这个 透明度你去看这个 比较这两个 然后呢 如果你想用这个 这个滚动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滑动条去比较的话 那你就是 相当于你把你这两行代码 换成下面这两个 这个你就是 gmap.eaddLayer 你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其实就是把你addLayer里面那些参数一样的 你就是放到这里面 你看这个很类似的 就够了 然后就不要这两个 然后你再加下面这一行 gmap 不是map. Splitmap 然后你就放出左边这图层 右边这图层 然后你运行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 你可以这样比较 就是这个滚动条 而不是用这个 不是用那个透明 剪那个 画那个透明度那个来比较 当然各有利弊 你就要看你自己 喜欢哪一种 然后当你完成之后 右下角这里有个 右下角这里有个关闭按钮 你就关闭一下 就没了 这两个图层就就关掉 然后就回到你原来这个地图 所以这就是 几种就是你可以用底图 就是传立一个字幕串 你也可以 用记忆的任何图层 基本上任何图层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想比较的话 就是通过 啊 这种方式 下面这个呢 就是跟那个有点类似 只是说这个是 联动地图 你可以把很多个 啊 连在一起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比如说我就是 对这个摇摇影像感兴趣 我想调用不 我先看一下不同的波段 你看就不同的波段组合 你看这个就是恶成恶 但是在这个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可以啊 5成5啊 10成10都可以 啊 就是说不限了 就是说两行有两个月 然后每个图的这个高度是300pixel 然后呢 这个地图的中心是在这个位置 啊 它的缩棒程度 多少 然后这个一这个object呢 就是其实是同一个 你这里面 是一个可以是不同的影像 也可以是同一个影像 如果你只是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列表里面 只有一个影像 那就证明说啊 四个图都用不同的影像 当然 四个图都有同样的影像 当然你可以传递 比如说 1米1 然后 都好 1米2 1米3 就是你可以传递不同的 然后下面这个 visualization Primatur 这个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列表 然后比如说 因为我没有四个嘛 是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个图用这个颜色 第二个图用这个 第三 用第四 然后你看这就是用不同的 波段组合 不同的波段组合 是吧 然后这个是label 这个label就是你右上角 这个 就是说你 我这个是自然彩色啊 这个是 陆地和水啊 这个是 加彩色啊 然后这个是突出植被啊 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 加这个label 然后最后呢 你看就是加这个label 然后这个 这个label这个位置 是要右上角 top right 或者你是 bottom right 你这个都可以改了 然后这个就是连 就连在一起了 我移动一个 其他都移动 我放它缩小 它也会跟着放在缩小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蛮有用的 特别是你要想 看看 比如说 啊 我到底用哪个 不断组合能最突出你这个 所关心的这个 对象的这个 特征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 联动地图 这个其实看的很复杂 没有多复杂 就是一个影像 你这个做一个filter 然后 map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把它 除以1万 最后就那个可视化的时候 那个值就变成 0到1了嘛 你不除的话就是0到3000 然后做一个medium filter 然后就这个可视化 这个是标注 然后这里就掉了这个函数 基本上都是就是模块化的 所以你就按照那个例子 你把它换成你们自己的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比如说是可以是lenset啊 可以是centino啊 或者各种各样 其他的数据 好吧 这个就是 link map 下面再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 也蛮有意思的 我给你先 应兴一下大家看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个想现在 想看一下 因为 美国这个NLCD这个土地利用分类 然后因为它有很多个实项 比如说从2020年到 2001年到2019年 它有这么多个实项 那能不能我创建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随便 比较任何两个呢 那就是你就用这个 TS Inspector 这个就是time series 就是时间序列影像 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应兴一下 是吧 你应兴完就出现这个 然后在左上角这里会出现这个列表 比如说OK 我想看2001年 右边想看2019年 你看 选一下出来了 然后同样的 然后呢 我也我想看一下 比如说想看 在2016年和2019年有什么差别 这两个差别又不是很大 然后比如说20108年 这就给提供一种很快速的方式 让你同一时间看 你整个时间序列里面 比较任何两个时间的影像 就通过这个 其实不难的 就是你看创建一个地图 然后 搞出这个image collection 这个image collection里面呢 就不 你可以是有10个 100个都 不不影响 然后这个呢 Visualization 就是说你要 要怎么可视化 然后这个Years 就是 对有这个函数叫 Aggregate Array Aggregate Array 相当就是一下子 把你影像的所有的信息都提起出来 你可以比如说 我这边都是土地利用 01到19年的数据 右边我可以弄原式影像 Lenset的原式影像 并不一定说两个都要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两个一样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不一定是一样的 同样这个Lib names Right name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同一个列表 当然是可以不一样的 然后包括这个 怎么可视化 这左边还有右边也是可以不一样的 然后下面这个宽度呢 就是指你这个 我这个下拉的这个宽度 如果你想换一下 可以比如说换成 稍微长一点 比如说换成150 然后这样变成150就很宽了 就取决你那个Label的那个字体 所需要的长度是多少 你看点一下 哇就可以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个 提供了对 就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可视化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collection 告诉我 你想用什么Label 你想怎么对数据进行可视化 然后去调用这个函数 一行代码搞定 下面这个 这个是用那个planet image 有这里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 API key 我这个电脑可能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是运行不了 但是这个需要申请了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 申请 这个我好像 第一次 还第二节课 我有提到这个 所以这个就 先不讲了 下面讲一下这个 另外几个 也有点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time slider 你可以看看 就是说我们 我第一节课告诉你 比如怎么创建这些 时间系列以下的动态 一些 GF动画 但是呢 那个缺点就是说 那些你下载下来 它分辨率就变低了 分辨变低了 很多东西 其实你看不到 就是你给你看个大概的 如果你真想看原始的数据呢 你可以用这个 gmap 这个函数叫time slider 我先给大家 印象一下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个效果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是 这个是Modis NDBI的这个数据是吧 然后我这里是调用了 几年 18年的 比如说6月1号到7月1号 这个应该是每天都有了 所以相当于就是有 30天的NDBI的数据 就是6月份 2018年6月份的NDBI的数据 然后这个是你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参数 0到1 然后这个是你这个 这么这么长 这个其实应该直接 NDBI就可以了 我后来那个 gmail里面加了 应该不需要这么长 NDBI 希望可以 对可以 所以就不用把你够的by 码可以缩短一些 然后你看这个很简单 最后就是 add time slider 这个time slider 你把你这个时间序列 这个image collection 传递进去 然后告诉他 你想怎么可视化 然后这个time interval 就是 你播放的时候 你这个时间是两秒 就间隔 所以大家看 右下角会出现这个 然后这里就是说播放 暂停 关闭 所以我点一下大家注意看 但这个他每次他会 相当于要关一下再开一下 可能 你可能要放大一下 可能才才 才好一点 当然你可以把它暂停 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是 我们现在看的是原始的影像 而不是 下载下来从一个gf动画 所以你可以放大到很 很 很大的范围 比如说可以放到这 你要看一些很细节的变化 是吧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用这个 滚动条滚到下一个 然后你不会暂停一下 这个好处就是说 有时候你比如说你你的研究区域 你就十几二十不影像 或者一百幅 你不可能把它加成一百个图层 加到这个里面 那就是变成很 很长一个一个图层的列表 你可以通过这个就是 相当于 这个tim slider 比如说 OK是6月11号 我现在想看 6月20号的 你就直接 拉这个就行了 然后22 比如说21 就是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看 任何一部影像 就是你时间序列里面的 任何一部影像 而且就是说这是原始数据 不是说下载的 变成一个低分辨率的数据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是 蛮有用 对你这个可视化 也是很简单 创建地图 然后这个你要什么数据 我想怎么可视化 加进来 然后完成 就是这样 这个是NTV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别的 比如说这个是 温度的数据 你看 也是同样 但是在中间 因为它晃一下 所以你看着好像 距离看不出什么大的 这个差别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 timing cursor变小一点 比如说变成3秒 它就应该就没那么晃 应该 稍微会好一点 这个还没开始 稍微慢一点 但是也是会晃 因为现在就是 这个功能是 把这个图层 移除掉 然后再加一个新的图层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当然这个里面 你可以这个label的 这个label就是你这里 这个工具条 这里显示这个label 它有时候是 你可以自定义的 比如说我这就按这个时间 比如说 00 然后01 02 03 就是这个就是 现在创建这个 这个label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label 你可以打这个label label 就是00 然后就是到 就是说 0点 1点 2点 3点 到23点 就这样 你可以传递进去 所以这个函数 是 timeslider 它有第一个就是 你的imiscation 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 怎么可视化 然后你 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区域 限制在某一个区域 然后图层名字 label 时间的间隔 然后你这个进度这个条 是要在左下角 右下角 这个要多长 包括你这个日期的这个 格式 然后有没有透明度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 自己自定义的 好吧 这几个就是几个 相对比较 有用的 还有这个比如说 Sentino 2 这个 image collection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 可视化 比如说加州 旧金山 这个区域 是吧 你看 创建这个地图 然后这个image collection 然后filter这个区域 就是旧金山 然后 所有这个 银覆盖率少于10%的 那就是所有的Sentino的数据 你看 然后这个就不管你有多少进来 那就是 所有一下进来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是 2018年 10月3至1号开始 我不知道多少进 你看 然后就2019年1月 然后2月 3月 所以这个呢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就把你这个 把你这里这个地址 换成你 你感兴趣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或者北京 或者哪里 那你就可能 你马上就可以获取 你所在的地方 所有的 时间序列的影像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 我就实验一下 比如说 北京大概那个 那个 有时候我现在搞一下北京 这个 直径层这里 我看一下这个大概这个经纬度是多少 39116 回到这里 所以我这个是 纬度和进度 当然了你这个 做筛选的话 这两个是倒过来的 所以现在放到这里呢 这个 这两个是颠倒的 所以你要 精度线 然后纬度在后面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是这两个 然后把这个换到后面 所以呢 这个现在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OK 我现在想看北京紫禁城 所有的 Sentino2的数据 云量少于10%的 你全部给我 弄出来 然后 给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代码 你要想想你 如果你自己去 那些网站去搜索 去下载 那可能你花 好几个小时 也不一定能搞 你看现在就出来了 就是这整一景 然后你可以 就是用这个播放一样 滚动 你看12月份 19 当然他每个他覆盖的那个区域 可能不一样 有些可能就是半块 但是这就是给你提供 你看 做好这个 很快速筛选数据的一个 非常好的棒吧 然后还是可以看这个原始的数据 然后你可以中间看 你看这有很多 你看 从2018年 现在才走到2019年 3月21 24 你看三天就有一景 26 31 你看 无数的这个影像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些 你可以看一下 大家创建一个 无音的最好的影像 也可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这个需求 好吧 反正就是大家灵活应用 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你可以想象成你 如果你是要做 你对哪些地方感兴趣 怎么筛选 大家可以后面自己根据自己的 需求 我看一下我们讲到哪 这个讲 timeslide 所以看一下最后这两个 这个好像 这两个其实并不一定是 这个都是本地的数据 这个不是 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个包有没有安装 可能不一定有安装这个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就是 比如说 创建这个 等高线啊 啊 你看他就有这个是dm 然后这个hue set 然后再加这个 图层 然后再加这个elevation 就是这个函数 create contours 然后你就传递你这个dm 然后最高值 最低值 最高值 然后你的这个间隔 这个interval 然后看要设置一个特定的区域 然后这样就可以创建这个 地图的等高线 你看啊 也是蛮 蛮有意思的 就是没有没有那么复杂的 就是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然后把这个contour加进来 然后这个是黑色的 当然应该有别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参数 最低最高interval 然后可以设一个kernel region 大家可以后面去自己去看 这都是全球的 所以就是 跟区域无关的 你可以看任何 全球任何的地方 就是看一下这个青藏 这些区域 可能你 破那个 地形越陡的话 可能就高度 那个等高线的这个密度就更大 所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看一下这个等高线 所以的好处就是说这些都是 一行代码就搞定 如果你觉得这不合适 你就调一下那个参数就行了 加contour的label的函数 这个目前没有 这个 这个应该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 当然 某种程度上可以做 但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那些点 你现在移动的话 那个位置 你做那个label都是固定的 所以移动到别的地方就没了 所以 这是目前还 比较难实现的一个东西 当然 并不代表以后不行 也许可以 后面这几个就是 对一些影像进行三维可视化 什么 我这里不知道 我可能没有装这些包 可能不一定行 我 我试一试 NLCD就是一些 常见 我刚刚read NLCDF 这个可以 相当于就是说 有一些影像是 特别是气象卫星的那些数据 新化 有些很多就是NLCDF的格式 然后我现在就是下载这个 这个粒子数据 然后就读起一下 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呢 就是帮你把 这个NLCDF转成这个 Earth Engine 相当于把它转成E的这个影像 当然前提就是说这个影像是 相稍稍微比较小的 它不是特别大的 你看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 比如说是 风就是那个 风速的那个数据 全球 然后就是这 你看这个影像就把它转成了 但是这个看上去 然后很难看 我在上面加了这个国家这个边界 让你稍微好看一下 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 然后你就需要 你可以通过这个 变成强烈了 这个 可以通过这样转换 但是 只适合很小量的数据 相当于就是说 如果里面数据很大的话 是一下子是转换不了 所以就不好了 这个函数叫做 add nextdf 然后这个是你文件的路径 然后就看你要加哪个波段 然后用哪个调色表 然后要不要 shift-leg-long 就是说很多 它那些 经纬度的坐标 它是 从0到360 但是我们地图是负的180到180 所以你要做一下调整 sheet-leg-long 就是把它那个精度调成 负180到180 所以才能在地图上显示 不然就输出 然后这个palette 这个你给自己调 我给你换成这个 比如说 应该也是可以的 就是它那个颜色 然后换成 不行吗 我这有错是吗 terr permission deny 那可能就是那个数据 刚才已经用过 然后再加在过程中 不行 把这个清除掉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可以 进行这个 封数的 这个也是很简单 就是nexif 它是一个 全球封数的 然后你看就是一行代码 velocity 然后加载这个 然后这个是 垂直的这个速度 这个 横向的速度 纵向的速度 你看这是 很漂亮 你看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你看 你看放大 看到这个在别边的话 就是说是逆次的 你看 就是可以对这些 nexif这个 分数的这个数据 进行可视化 然后包括在南边 所以说你如果你有别的nexif 数据的话 你可以去 试一下 这个好像 是不是有点乱了 anyway 这个就是你可以 我把这个清除药 当然这个会占内存 好吧 下面这个 LiDAR的话 我 我不确定有没有装 就是你要装这些 另外这些包 然后你就可以对那些LiDAR 这个 数据进行可视化 我可以很快 应行一下看 看行不行 但是这个装了很多包 我不知道那个 我不在没在这个电脑 在windows下测试过 不确定行不行 就这个就是可以对 这个跟机器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对你本地的一些 数据进行可视化 如果不行的话 大家可以 下面有空再自己去 练习一下 现在就是可以 包括这个函数 可以对任何三个影像 对应于三位可视化 这个函数就是 PlotRust3D 然后把你这个 这影像传递进去 然后就 设个这个调色表 然后就可以这样三维的 就是可以 放大缩小 什么 当然这个需要 安装一些 别的包 我这里面 因为代码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显示 但是这个是 看一下书里面有没有啊 Vidualization 来的 对这里面是要安装一些别的包 这里面会有 书里面会有介绍 就是怎么看 然后你看这个 出来就是可以对三维数据进行 可视化 有不同的这个 方法 然后包括一些 3D的这个功能 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 练习 练习 我看这里好像安装完了 我看 试一下还行不行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要 这个要 E 然后 进行这个 下载这个 粒子数据 然后很快给大家演示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效果 但是这个下来数据可能稍微有点慢啊 差不多完成了 然后呢 然后印象一下 读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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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三维的这个效果也不行 这个人安装完他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这个也是 一个非常常见的就Zuby Delay里面有时候他这个 那些危机他显示不了 他就变成 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不行 算了 window下 这个零以下我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 有时候没有所有都测试通过 然后 最后一秒钟显示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行不行 也不行 那算了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那个包 因为这个是刚才用PEAP的话 安装是不好的 所以最好就是用KONDA 安装 因为两个分子的话 有时候他很多包就搞弯了 但是有时候就会出问题 所以如果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那个 environment 删了 然后重新再装 其实我这个书里面是不是有介绍这个 其实是用KONDA 这里没写 anyway 刚刚好 所以我们今天好像 完成了我们 除了最后这个 反正这个无关键 这个不是技艺的 所以 我们已经赶上了这个进度 完成了我们 所有讲的所有这个 所有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解答的 快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说那个 KONDA这个LABEL有函数吗 目前没有 以后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感觉上 下一个 潮作成说 你在制作北京是 摇杆影像变化视频 是影像和底图位置不匹配 比如河流片上 这个是中国特色 这个是因为中国那个底图 有偏差 你可以用这个 用Open Stream Map就没有偏差 如果你是用这个 谷歌地图的话是有偏差的 我可以给你实验一下 我可以看到 我刚才那个中国那个在哪 我记得是那个吧 这个比如说这个 然后 我给你看看一下 那是中国因为把 把把那个这个叫什么 就保密 为了保密把你那些所有的 地图都是 有一定的这个 被限制那些偏移 造成的 所造成的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 然后 就是我把这图层关掉 你看 都是偏移的 就是谷歌地图 但是你把它换成我 我记得Open Stream 就没有便宜 你换成Open Stream 我现在看一下 Open Stream 是对的 谷歌地图是是便宜的 因为它是 它必须遵循 这个中国 政府的这个 要求或者把它不知道不太清楚 就是 这是他们无法 我这个刚才没改 反正就是就是你用Open Stream 就可以了 就是它就没有便宜 下一个 Map to AdLayer Style Style 什么什么 什么用Map to AdLayer Style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想用Style的话 你必须就是用两个星 如果你不用Style的话 你就是 就是把你那个 那个参数换成一个 花括号 就什么都不要 就可以了 下一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一堆错误 啊这个可能有些包你没装这个 啊 那些DF 他有些包 这个必须要安装才行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没 啊没装上还是什么 这个可以啊 事后再再调试一下 啊 NC什么 我也有这个 那可能就很多人 有类似的就是 我知道了 是不是你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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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没下载不了呢 就是没下载成功的 那个 真的Nex DF 现在没下载成功 下一个说这个徐阳 说多个土地用数据 本地tip 如果用timeslider 啊 如果用本地数据的话 也可以 但是就稍微麻烦一点 然后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个gmap里面应该也有 然后 在leafmap里面也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叫 应该这里也是有个timeslider的 对 timeslider 这个呢就是不一定要用 不一定要用这个 gmap 你可以去看这个 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些影像啊 然后 但是稍微稍微麻烦一点 你可以去看那个例子 也是可以对 别的影像进行可视化的 下一个 刘志斌 collection 都可以转化为Python的多位急证吗 想用一些Python库进行后期的运算 这些呢 一般就是不建议 你的数据 就让一旦弄出来 他就是 他就是 那就是变成你的本地了 你就再用不了 然后如果你真想要 你就把那些数据export 整个export出来 然后就可以 你再用那个包读取 当然你也可以 这个export的时候也可以export从NumPy 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明天应该会讲就是 你可以设定一个bounding box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影像 这个这个这个影像的值提成这个NumPy 然后你可以做计算 但是呢 这只适合数很小的 不能超过30 32兆 超过的话 谷歌不允许你下载下来 给你几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你看online 看这个高清电影 那个电影有好几个 十几个gigabyte 高清的这个1080P 然后你突然跟他说 你你 两秒钟帮我把电影下载 电脑 那肯定是不行的 他只能给你很小一点 给你给你看一个粗略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想真正下 你要完整的这个 高清的这个呢 那你就是慢慢等吧 你就下载 下载完了你就可以 用你的这个播放器 你就可以打开了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 timeslide的动画可以导致 为MP播接吗 之前用的 不行 就是你导致的话 他有限制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timeslide的 也有之前那些动画 动画就看个大概 如果你想看就原始的 那你就是用这个timeslide的 但是如果你想下载 如果你想要高清 那你就是分过下载 这个刚才上面这个 举着一个例子 说你想看1080p电影 然后告诉他说你想 两秒钟把它弄到电脑 答案就是不行 你慢慢等 你下载完了就可以 再一个问题 宋远号本地的logo图片 或者视频 可以加载到地图吗 可以这个在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加载的影像 那个image overlay 也就是弄个logo 你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我 Gmail里面也有个例子 我忘记是具体是 哪一个了 也是教你怎么把那个logo 加进去 应该是 How to add 对 Add colorblind images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notebooks 这个里面就有教怎么 怎么加这个图片 加文字 加logo的 各种 最后一个问题 E显示的对图 可以用极地坐标系吗 如果南极大楼 可以 但是这个不是好用 我用过了 所以基本上 不是很完美 你可以去看一下 ipad leaflet 它的例子 ipad leaflet Nepop上 它有一些是用的极地的 但是 我试过那些earth engine的 图层好像都很慢 然后进了很多卡住 所以基本上是 可以说就是 不好用 我看在这里没有 应该是叫个叫custom projection 这个例子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说 Gemap是基于这个ipad leaflet 所以ipad leaflet 所有东西 Gemap都可以用 所以这些例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就是用 比如说 custom projection 然后可以用一些别的 但是 效果不好 这个 我也没办法 然后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这是因为 import吗 对 你要import always 如果你没import的话 就是不能用 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 章宣防 可以利用 Gemap的可视化功能 以及电话 Gemap做一些web.js的小网站 或者系统吗 当然可以 那我第一个 那个 第一节课 那个web.js 让你创建 这个 动画的 动画的 那个就是一个web.js 我那个不知道 还有没有活着 我看这个是 geo spatial dox 有可能 stream app dox 有可能挂掉了 因为它可能用 可能就挂掉了 你挂掉了 当然可以用 你自己测试 干嘛都可以 就可以做一些web.js 小网站 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吧 好像 已经全部回答完了 所以 那我们今天这个 圆满收工